各位啊,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在我们这次讲座呢 我们想来探讨Linux核心背后的 做一种术语跟相关的概念 好,那在这个Linux核心呢 发展到现在 到最新的程式码的估算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程式码的规模呢 总共已经超越3700万 而且呢,如果你把这个 只看这个 就是不含注解跟空白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程式码呢 是2800万行 那其中西元 这是很显然的 Linux核心的母语呢 是西元 那里面占了2500万行 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规模 那你要知道就是30年前 整个Linux核心 大约才1万行 1万行以内的规模 那你可以看到30年后的现在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从事教学这几年呢 就是 当然除了在教学以前呢 我就是自己在 开发产品 还有当然还有自己学习的部分 那这个过程中 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其实 之所以会 人们会觉得Linux核心很困难 其实是因为背后的这个 相关的术语跟概念 掌握的不是很清楚 那我想这个原因呢 其实很单纯 因为过去你在学一些 相关的课程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 资讯工程系啦 电机工程系 其实都有类似的课程 就是做一些种课 那做一些种课呢 那更多时候你在学习的东西 是一个分类的东西 对吧 就是你会 以下看到Windows 以下看到Linux 以下看到MacOS 但是呢 我们在Linux核心呢 所探讨的概念呢 其实不是这种分门别类的 更多的时候呢 是找到里面的 所谓的异中求同 就是哪些有一些共通概念 而且这共通概念呢 我们要把它对应到 可以变成实作 而且呢 可以持续的去改进 这是我想在典型的这个 做一些种课程的 往往是令人忽略的 然后呢 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过去呢 我们有很多的背景知识 像刚才提到的 做一系统啦 计算机组织 计算机结构 甚至资料结构演算法 这些所谓的基础学科 你过去在学习的时候呢 就算呢 你在理论啊 概念 还有实作呢 你都有尝试去探索 但是呢 今天在这么庞大的 还记得刚才讲的程式码行数啊 对吧 3700万行 好 然后我们看最新的这个统计 Linus 6.8 RC3 这边RC就是Release Candidate 就是 未来是这个6.8版 这目前是 后选的版本 那你可以刚说呢 以这个 Linus Kernel 6.8 RC3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TOKI 这个工具 来帮我们统计 那这个工具非常的快 就是你要知道Linus Kernel的这个程式码规模 是非常庞大的 大家来看这个部分 好 那注意看这一栏 这一栏是总共的行数 然后旁边呢 是这个不含注解 不含空白行的行数 好 那你可以看说这个 这个数字太大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放大吧 好 这个数字放大之后更可怕 好 你自己数看啊 这个什么规模 对 就是3700万 那就算呢 你不看程式码注解 不看那个空白行 那这个还是2800万的这个规模 然后 而且呢 你中间也可以发现说 除了这个最主要的这个西元 好 那其实还有不同的程式元 像这个组合元 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描述性的 像这个东西 这个叫Divide Tree 那你可以看 而且这个规模也是很精灵 对吧 甚至呢 你会看到说 里面还会包含说 像这个Python啊 Ruby啊 这种就属于这种工具的 甚至还会看到说 像这SVG 对表怀疑 这就是图片的 或是Tech 这种就是 涉及到这个排版的 好 然后你回来看的话呢 就是 这边我们就以这个一段程式码来当翻例吧 就是来看说 Linus Kernel 的规模 还有他的 在学习上的困难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呢 我是从这个Linus的其中一个标头档 就是这个标头档 它的叫CacheInfo 顾名师就是说 这个标头档 当然就是跟Cache有关 但是呢 这边学的Cache呢 这边提及的Cache 跟你过去学的Cache呢 可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对吧 你过去在学Cache的时候呢 你顶多知道说 像这个Multi-level Cache 但是呢 你可能很难 很清楚的搞懂 这件事跟什么 跟CPU Mask 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从注解可以看到说 这件事涉及到Cache 还有多个CPU之间的分享 对吧 你从这个注解看得出来 但是呢 你在实际上学习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贸然去看Linus核心的程式码的话 你就会陷入这种 挑战吧 就是你一口气要理解一大堆议题 就是一口气要了解这个计算结构的议题 然后你要了解说呢 这个Cache的原理 然后多个CPU 甚至呢 你要去思考说呢 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资料结构 去描述 像CPU Mask 就是说 我今天在做资料分享的时候呢 可能是我要 限定某几个CPU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系统 它是64核的处理器 然后我可能只想要分享给其中4个核 那这样的话 要怎么去描述 这背后呢 都有非常多议题 那甚至我们现在就直接打开这个标头档来看 就是这一个结构体叫什么名字呢 这结构体就叫CacheInfo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CacheInfo的这样一个结构体啊 它的那个内容非常之复杂 对吧 就是 我们讲注解的 你可能 大概可以猜得出一二 但是呢 你如果看了 就是看整个Linx Kernel的就是这种风格 就是它在实作细节呢 来讲话呢 一定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你听过的这个名词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里面我要怎么去表示 像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像那种CPU Mask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来讲话呢 你这边看到有Bit 对不对 这边有森林灵异啊 你大概可以猜出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Bit Mask 但是这个Bit Mask跟Cache的行为到底有什么观点 你或许会知道说有Cache Policy 对吧 就是像那个Ride Back Ride Through the Policy 但是这些定义的这个这些操作 到底实际上又跟Cache有什么观点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问题 而且你除了刚才讲CacheInfo 还会有一个延传出来叫CPU CacheInfo 然后你在如果再继续往下捡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会陷入很大很大的一个困惑 而且更困惑的地方是说这件事跟ACPI对 你说ACPI 这ACPI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而且随着Linx Kernel的改版呢 这些困惑会越来越多 因此呢我希望你了解到一件事啊 Linx核心在最初的一万行 到现在的3700万行以上的规模的时候呢 绝对不是差异3000倍 其实是差异更大的一个倍数 而且呢这些规模 扩大的时候呢 其实它融入的相关的背景之事呢 是非常之巨量的 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在课堂上会跟大家强调说呢 这个诚实面对自己 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想这也是我们高等教育的使命 就是因为难 所以我们还要特别去挑战 好 但是呢各位也不用太担心了 我希望呢我们可以做这个讲座呢可以做一系列这个调整 然后我们从这个概念让各位先掌握起 然后呢你有办法掌握这个概念之后呢 你有办法去呢刨丁解牛 理解说这个Linus Kernel应该会做什么事 然后呢你应该应该什么 会面对谁要的挑战 好 那我们这边就会探讨这些相关的这个议题 那在这个介绍介绍相关议题之前 我现在介绍这个薪资卡比 对不要怀疑 这个薪资卡比就是这个卡比 对吧 薪资卡比 好 那这个卡比呢 是因为我女儿很喜欢卡比 然后呢 说真的我也是因为我女儿喜欢薪资卡比 然后我才注意到卡比这个东西 然后再顺便一提 如果说你有卡比的纪念品 欢迎提供给我 然后这个我女儿就可以自得其乐 对吧 那如果我女儿可以自得其乐玩这卡比的时候 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Linux的研究 然后我就可以来做更多的教材 对吧 看起来很划算 对吧 欢迎大家提供这个分享卡比的纪念品 好 那我们来看看呢 这卡比在做什么 也许你不知道卡比在做什么事 说真的蛮丢脸 我一年前才知道卡比是什么 好 那个薪资卡比是什么时候推出的呢 1992年 这什么概念呢 因为Linux核心是1991年提出来的 其实薪资卡比呢 跟Linux其实是好朋友 而且如果说你有玩那个薪资卡比就知道 里面有个滴滴滴大王 滴滴滴大王就是什么 他就是个企鹅 然后滴滴大王跟那个薪资卡比 他们是朋友 好 然后 我一开始呢 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关联 但是呢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 卡比呢 他会做什么事呢 卡比呢 他会去 他会做什么事 他会去 西路 就是会吞噬敌人 然后从中就获得敌人的能力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呢 Linux核心呢 也在做这些事 他就是什么事呢 他就是西路 就是 我们接着会来讲几个范例 就是Linux Linux 克罗呢 就开始西路了 西路很多 很多不同的 从其他作业系统 西路功能 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作业系统 他其实不是 不见得是敌对关系的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其实Linux 克罗发展的过程中 一直在西路 然后西路别人的功能之后呢 就是 就是把发展光大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相关的案例 好 这个案例呢 真的很有趣 好 然后呢 例如说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就是虚拟机体管理 注意到虚拟机体管理呢 它是一个非常久的 机制 但是呢 一直到今天 都还在持续的演化 好 那过往呢 在做虚拟机体管理的时候呢 其实有 很多限制 好 那这个限制就在于说呢 它的效率的问题 好 如果说你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好 你可能知道就是说那个 就是DOS时代 DOS时代呢 其实也有办法做 虚拟机体 你没有听错 DOS时代 在386以上 80386以上的电脑 就可以做虚拟机体管理 但是当时的最主要概念 是所谓的OLED 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 整个 整个 整个自换的 就在当时呢 就是在那个DOS时代 386电脑呢 它可以允许说呢 你的主机体虽然只有640KB 640K的机体 真正能用的是640K 但是呢 我可以把这个640K呢 跟磁碟里面 跟硬碟里面的空间 相互都被交换 所以呢 我就是整个640K搬出去 又把其他空间的640K搬到主机体 就做这种 做这种 自换 是整个出去 整个进来 那当后续有办法做得更精致 但是不管怎样呢 这种机制呢 它的缺陷是很大的 因为它就是所谓 就是整个搬走 整个搬进来 就像那个 我们在做这个什么 就像搬家一样 对吧 就是 整个房客搬出去 然后呢 新的房客搬进来 那我房客搬出去 到新的房客搬进来 之间会有一些什么 会有一些间隔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就没办法很充分的 使用这个系统资源 那后来呢 就开始有别的机制 比方说有 就称为叫做segmentation 就是说 它的单位就比较segment 然后呢 更新的一个设计呢 是所谓这个叫做page base 就是它以一个分页为基础 那注意到呢 以分页为基础的 虚拟机体管理呢 最初呢 是来自什么呢 最初呢 是来自这个mark 麦克克诺 这我晚点回介绍 就是在八年代 发展mark麦克克诺 后来呢 这个机制呢 被bsd採纳 就是加州大学 伯克莱分校 他们改进了unix 这种称为叫做bsd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林斯科诺呢 由于呢 是1991年才发展的 所以呢 这八年代 的mark 八年代发展的bsd 他已经把这个虚拟机体 尤其是这种分页为基础的 设计呢 做得炉火纯青的 所以呢 林斯科诺在发展的早期呢 就直接吸入 这个现代的虚拟机体管理机制 就是 就少了这中间的很多摸索时间 那注意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性 因为这个特性呢 让林斯足以充分的运用硬体的资源 我想大家要注意到这件事 因为同一个时代 你要知道1991年 其实可以执行很多不同的作业系统 对吧 我们可以执行斗士啦 甚至如果说 你对IBM的作业系统有比较有概念的话 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作业系统叫OS2 一直到今天 有一些银行还是在执行的OS2 就反正在90代呢 是一个很热闹的年代 就是90代有很多公司 都有自己的作业系统 比方说那个Konica 对不要怀疑 就是做那个相机那个Konica Konica有自己的作业系统 不希望你自己找他看 Konica有自己的CPU 那甚至呢 连那个大同公司 这不要怀疑就是那个大同电锅 大同大同国货好 大同也有自己的UNIX 你不相信 我找给你看 大同 UNIX 对你要看 就是这个大同公司 神奇吧 大同公司 找给你看 大同公司自己有作业系统 也有这个UNIX的作业系统 叫Metex 然后呢 这个Metex是真正有拿来用的 如果呢 你年纪稍微大一点 有参加过这个大学联考 大学联考的电脑月券呢 就用什么 就是在什么样的电脑上运作的 就是大同公司的UNIX Metex 所以呢 你跟大同公司可能 你可能认为说 你跟大同公司的交集 仅限于这个家里的大同电锅 但是不是 你只要只有参加过大学 高中联考 大学联考 你去就用大同公司的这个 的系统 做这个电脑月券 好 那我跟你讲这件事 只是因为什么 那个年代就是 就是有一大堆作息系统 然后Linux就在这个时空背景发展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Linux也有个机制呢 叫Process Fire System 这个Process Fire System很有趣 他学的是学谁呢 他学的是Planet 这个Planet 这个是来自贝尔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就是这个UNIX的这个 UNIX孕育的温床 然后 那Planet呢 其实在商业上呢 他是失败的作业系统 甚至 就是 距离成功才才很遥远 但没关系 Planet虽然在商业上是失败的 但是 他很多概念 一直在激发着Linux 那Planet作业系统的 开发 开发人员呢 其实就是UNIX 作业系统原版人 UNIX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呢 他就是有一个口号呢 叫Everything is a buyer 就是说 我在操作这个系统资源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 Open Close Read Write 这些系统呼叫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些系统呼叫呢 它的操作 跟资源 可以是脱钩的 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针对 比方说软碟 抱歉 你年纪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软碟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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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D 或者针对硬碟 或者针对网路 用 就各自准备不同的系统呼叫 注意到 这是UNIX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尽管这件事 他没有充分的做完 但是呢 这样的概念 其实他影响是很大的 这样的话导致什么 导致我说 我们今天在储存媒介 储存资源 跟操作本身是可以脱钩的 也就是说我这些操作可以 像刚才讲的 Open Cross Read Write LSIC 就是诸如此类这些操作 那跟实际的储存媒介 我可以是完全脱钩的 那这些媒介就像刚才讲 可以是SSD 可以是硬碟 可以是网路装置 甚至 可以是系统的资源 那其中呢 Planet呢 就把UNIX这个 Everything is a Fire 这个 这个 这个观念发扬光大 那所以在Planet里面呢 他是可以把这个 Process 就是形成 那这个形成就是一个系统执行的一个 基本单元 把这个基本单元呢 当做一个档案 所以你可以把 程式执行的这个过程的资讯 当做档案 就是 就是对标 就是像档案也把它读出来 那边做一个示范 那例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系统D 系统D 哦 抱歉 我这台电脑太多程式了 好 嗯 我可能要找一下 这个 Pi 等一下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其中的PiD等于E的呢 他是 他是 他是所谓的init 好 那init 这个就是呃 这边的话就是会会有那个什么 刚刚讲那个系统D 好 那总之这是第一个userspace的程式 好 注意大家 这是第一个userspace的程式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呢 我今天呢 我可以去把这个 我就可以指定他的PiD 好 那我可以去看到说他的 他的comment line 好 对吧 好 你看到这个 好 对不对 init spread 好 这就跟刚才我们用ps看到内容是一样的 甚至呢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在执行这个程式的时候呢 我用到哪些 呃 动态 动态连结的函视库 好 然后他的那个机体对应是如何如何 好 这个字比较大 我弄小点 好 像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像那个执行执行的资讯 他的hip啦 他的stake 他的一些动态连结的程式啦 好 他到底是 他的主程式呢 是从 呃 从哪里去执行的 好 诸如此类这些资讯呢 都可以在 processed file system去 显示 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这个呢 原本呢 是来自play night的机制 好 但是也被什么 也被linux吸进去 对吧 好 所以linux真的很像卡币 对吧 好 很有趣吧 对吧 好 欢迎赞助 赞助我女儿卡币 好 对吧 好 然后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呢 BSD unis呢 为什么 是成为 成为这个 70代 80代呢 甚至到90代的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作业系统的 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TCPIP 好 那如果你对这个相关历史有有接触的话呢 你可以知道的 其实TCPIP呢 虽然一开始不是来自加州大学普克兰分校 但是呢 真正让TCPIP发扬光大的的确就是加州大学普克兰分校 然后 早期的这个TCPIP的发展呢 其实是国防部 就是DAPA 就是先进研究计划的这个 的专案 但是有确定是 通常呢 这种来自国防部赞助的计划呢 通常他是没办法当公众取得的 但是BSD不是这样 BSD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就是他在运用大学的资源呢 把这个TCPIP的实作 做在BSD 然后呢 这些实作呢 就广泛的扩散到大学以外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因为有这样的契机呢 所以能够呢 让TCPIP 他可能不是最好的电脑网络的技术 但他绝对 无庸置疑 他是最成功的电脑网络技术 那他就随着BSD扩散出去了 好 然后呢 早期的Linus呢 因为刚好 刚好这个TCPIP是 他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就在1980年代嘛 然后呢 1991年发展的Linus 就获得这个样的好处 Linus一开始呢 是没有电脑网络的资源 但是隔年 就是1992年的时候 就具备了 就具备了TCPIP 好 然后呢 继续再讲网络的东西 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 Linus呢 其实有一部分的 这个成分 其实来自BSD的 好 然后呢 这里面的成分 又有一部分呢 是 呃 我称为叫BFP 好 那BFP你看他的全名叫什么 Berkeley Packifield 好 然后这个东西从名字就 就可以 就算你没有看文件 你也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来自Berkeley 就是BSD那个 BSD那个B 那个字 好 对 这个就来自 加州大学 不快分校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呢 BFP一开始功能呢 的确是拿来做什么 风暴的过滤 好 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做风暴过滤呢 像我们可能在架设一个网站 我可能会遇到什么 像那个 呃 DDOS DDOS攻击 好 所以所谓DDOS攻击 就是说 它可能会来自中国啦 来自菲律宾啦 呃 甚至来自 呃 中东啦 好 这些这些 不同的这个地点 好 它可能会在 很短的时间内 好 发动大量的这个连线 好 然后这可能会就会 瘫痪你的伺服器 好 所以你的伺服器 会因应这样的一个 供给的时候 你可能会做什么事 好 就是你要去设定 风暴的来源 好 你可能要把某些来源 过滤掉 好 或是说呢 呃 你的系统有提供 SSH服务 好 或是提供HT服务 但是你就限制它的 限流 好 就是限制某一个 IP地址呢 好 它就 让每个ID地址 它有限制 特定的流量 好 那这样的话 去降低DDoS的攻击 好 那注意到BPF呢 一开始用途 的确就做这件事 好 就风暴的过滤机制 但有趣的点就在于说呢 后来Linux 把这个BP吸入之后 好 注意到 吸入之后呢 做了什么事呢 它就整个东西呢 就变不一样了 好 变成呢 Linux内建的这个 行为分析工具 好 对 你会听 听起来这个 好像没什么秒毛关系 对 它就是没有关系 好 的确一开始 真的是没有关系的 好 所以为了这件事 我们要简单介绍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就是说呢 BPF的确呢 一开始它就是做 这个网路的功能 好 注意到 它的确一开始功能 就是做 做 网路的处理 然后但是呢 我们所谓的这个 Linux讲的BPF呢 其实是讲这个 叫Extended BPF 然后呢 这个Extended BPF呢 它的目前用途 是可以做动态 静态的追踪 然后可以去 甚至你可以在 Linux科农里面 安插一段词词码 但是这个关联在哪里呢 事实上呢 就是说呢 因为当初呢 加州大学伯克海分校呢 在发展BPF的时候呢 做一件事啊 它就是 它去发展一个虚拟机器 就是 这个虚拟机器呢 可以执行在 BSD 或是执行在Linux的科农里面 所以注意到 当初 加州大学伯克海分校呢 他们发展那个BPF的时候呢 他们发展一套虚拟机器 那它虚拟机器 当然是为了做 刚才讲的这个风暴过滤 只是说呢 他们为了做到这个 这件事呢 他们就实作了一个虚拟机器 所以你看 一开始呢 就是有一套虚拟机器 然后这套虚拟机器呢 被Linux科农采用之后 被Linux科农锁这样 就是Linux科农这个卡柄呢 把它吸进去之后呢 然后开发者就想说 诶 我可以把这个虚拟机器扩充 扩充是什么呢 扩充是更通用的东西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器呢 它就能够怎样 注意到 这个虚拟机器是执行在 Linux科农里面 然后呢 接着就有开发者想到说 诶 那我可不可以在 Linux科农想得到的地方 就像箭头指的地方 去安插不同的一个probe 就是相当于探针 对吧 你用那种试剂啊 就是那种这个 一些仪器 对吧 你去 就是那个探针 那个probe 就是像 像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硬体的开发板 所以我要去看说 诶 这两点 所以我就拿出两个probe 来看看说 它还没有通电 那又有通电的话呢 它的那个电压啦 它的电位变化啦 或者是它的电流 诸如此类的资讯 那你就想说呢 现在Linux科农 其实存在大量的probe 注意到 Linux科农现在存在大量的probe 然后呢 这件事呢 就可以搭配BPF 为什么BPF那么重要呢 因为呢 它是一段 可以执行在Linux科农的程式 而且呢 它又相当安全 就是相对安全 所以呢 它跟过去呢 其他的机制 比方说 你可能知道Linux科农 有一个什么 叫Linux科农 那Linux科农 一旦安插到Linux科农之后 就变Linux科农的一部分 那所以呢 如果你的Linux科农 就写坏的话 你整个Linux科农 也会跟着烂掉 对不对 但是BPF 在安插到Linux科农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虚拟机器 这个虚拟机器 它是相对是安全的 重点是呢 它可以跟Linux科农 很多地方做互动 比方说 你可以跟系统排程器互动 你可以跟虚拟机器互动 你可以跟网络互动 当然现在有一个主要应用 就是用在网络 其中有一个 很受欢迎的技术 叫XDP 就像前面提到 像我们今天架设一个网站 我可能会遇到像DDoS的攻击 然后 DDoS的攻击来讲话 要防范的 其实一直到今天 都还有很多新的方法被提出来 但不管怎样 这些攻击本身 它之所以可以得逞 就是因为它把 你的伺服器的资源 耗尽 你的支付器可能很强 但是呢 你今天来自四面八方 像刚才讲 北韩 菲律宾 然后中东 伊朗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连线 在短个时间 想办法瘫痪 所以在过去 要讲话 要做到这种防范的话 往往就是这样 要把 Kernel Space的资讯 就是Linux Kernel的内部资讯 把风暴的传递给User Space 传递给应用程式 传递给工具程式 去判断说 这个风暴我是不是要阻挡 这个风暴我是不是判断说 它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不能 不管黑猫白猫 什么都阻挡 这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要去判断说 它是好跟坏 但是过去的就是 你要从Kernel Space 把资料搬到User Space User Space做完判断之后 又要把它搬回 就到Kernel Space 所以这样的一个步骤 变得很长 会有大量的资料复制 然后资料处理的流程 变得非常长 现在有确定是 我们有机会 直接把这个逻辑 这个操作 把它放在Linux Kernel里面 而且这Linux Kernel 基本上就是放在 Divine Drive这一层 就是放在很底层那一层 也就是风暴一上来 我根本就不用去解析风暴 因为我们已经 我们的判断程式 本身已经解析一部分的风暴了 然后我就早期接受 早期处理 不用说一直到应用程式 才把我受理 这件事我就把这个叫SDP 关于这个详情的话 你可以看我们Linux核心设计的讲座 有个讲座就是 通过EBPF观察 注意这种行为 这个内容已经有一阵子没更新了 近期我们可能会再安排时间去更新 我们所有教材都是公开 不只公开让大家下载 甚至公开鼓励大家去什么 甚至你发现哪里有错误 发现哪里写的不对 或者说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 欢迎就是路见不平 直接动手编辑 当然如果说你编辑的时候 你有一些疑惑 那你也可以发讯息 跟我讨论 好 所以你看到 这个BPF跟TCPIP就来自BSD 然后Linux把它发扬光大 对吧 今天我们讲Server 那你就很自觉想到说 就是Linux的一个什么 非常主要的一个应用场景 接着又是Planet Planet它的everything is a fire 这件事它是贯彻的很充分的 就是它这边所谓的everything 不只是包含说机器上的资源 不只是包含说像刚才讲process 这种资讯 甚至远端的档案 像是说这个 你可能知道有个叫NFS 对不对 Network fire system 像这样的一个过去 我们可能会需要依赖像刚才讲的NFS 或是类似的这个技术 去存取到远端的档案 但是Planet的想法很有趣 它就是它故意让远端的 跟本地端的这个资源 它故意让它没有很显著的差异 然后呢 你想 让它没有显著差异的话 那要怎么 就是写程式就变得很单纯 就是我今天打开档案的时候 我不用管 它这到底是在网上的档案 还是本地端的档案 它不用管 所以写程式就可以跟刚才讲 open close read跟write 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想法 但是在实作上有很大的难度 为什么 因为呢 这就意味着说呢 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通用协定 去处理这个远端的档案 跟本地端的档案 一般来说 本地端的档案 它可以当作cash 就是当作一个 就是当作一个 加速存取的机制 那远端的档案呢 它可能这样 我不可能时刻都在连线 对不对 所以远端的档案呢 它可能会有这个 资料过期的现象 那这个就所谓这个耐批 那这边耐批就是 print night protocol的意思 就是它是一个通讯协定 然后注意到的print night 就像刚才提到 它本质上呢 它是一个商业上 它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一个作业系统 但是 而且 也不是但是 它在商业上不成功 而且呢 其实 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在用 大概出了 贝尔实验室的人 还有一些爱好者以外呢 几乎没有人在用print night 但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东西又被什么 又被Linus Kernel 又把它吸进去了 所以吸进去呢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呢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 Linus Kernel呢 在虚拟化的技术 获得巨大成功 我们今天用这个AWS 我们今天用这个EC2 我们今天用这个 Microsoft Azure 就是或者 或者其他的这个网路供应商 或多或少呢 背后呢 都会有虚拟化技术 那这个虚拟化技术呢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吧 尤其的需求 就是说 你在想 我就会分成 会有host端跟gast端 我们来看一个示意图 好 那就是像 像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我们有 我们有一个实体的装置 这个实体的装置上呢 会有CPU 会有这个主机体 然后它会有像 以太网路啦 或是有其他的那个SSD 这些实体的装置 它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电脑 好 那一旦呢 我在上面呢 执行一个hypervisor 像这个蓝色的区域 深蓝色这个区域 它是一个hypervisor 那我这上面呢 就可以执行若干 一个不同的gast OS 所以注意到 这边就是主人 对吧 它有一个词叫宿主 听起来很奇怪 很像病毒的宿主 对不对 就是host 我们就估计就先叫host 然后相对其上的东西呢 我们就叫什么 叫做gast 然后呢 当然呢 我们上面就可以执行很多 不同的gast OS 这个需求呢 也不难懂 对吧 你今天这个 以Microsoft来讲的话 以 亚马逊来讲的话 这些公司呢 他们都具备非常厉害的伺服器 这些伺服器上呢 一旦安装好的这个 所谓的叫做虚拟机器的管理器 就是 Verture Machine Monitor 那一旦安装好这个 Verture Machine Monitor 或是hypervisor之后呢 我就可以在上面启动 非常多的gast OS 对吧 这是很显然的事实 然后呢 我就可以依据客户的收费的方案 对吧 就是说客户可能依据他的使用量 依据他的这个 就是付费的这个计划 然后我们可以去调配说 我要让他开启多少台Verture Machine 或者说我可以动态去调整说 Verture Machine 让他有更多的集体空间 让他可以存取更多资源 但是你不用担心说 A客户的虚拟机器会影响到 B客户 因为这两者的都是彼此独立的 所以这个概念不难懂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红色这个箭头怎么办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今天host跟guest 势必要有一个机制可以通讯 而且这通讯还涉及到资源的分享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remotes 远距 远端 跟本地端 那这时候你就想到一件事什么 不要怀疑 Painite 就这个用到了 所以如果说你去找一些关键字 比方说只要Painite NineP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有很多相关的 好像这个 Vertureization 就是相当的文件 就在探讨这个部分 然后你看 这也说明什么事呢 就是Linus Kernel 就真的是 真的很像Copy 就真的 把很多新的技术吸进来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 另外有个东西叫LXC LXC的话呢 这个名字你可能没有 不熟 就是可能 可能不熟悉 但是我讲另外一个词 你可能有听过 叫Ducker 好 对不要 Ducker就是那个Linus上的容器 就像右边这样 容器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什么呢 这个呢 在分类上 我们称为叫做 Operating System Level Virtualization 好 就说我们在虚拟化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可以做到 好 我们可以从 CPU层级的 去做到这个虚拟化 好 那我也可以从作业系统去提供这个虚拟化 好 然后Linus Container呢 就是从作业系统层级去提供虚拟化 也就是说呢 我Linus Kernel呢 就相当于画面中这个 就什么是 红色 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块 然后就Linus先启动 那启动完之后呢 我可以载入若干那个小的这个单元 那这个若干的小单元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能会执行的 里面可以执行Ubuntu Linux 可以执行Debian Linux 可以执行Arch Linux 可以执行 比较小的那个 的系统 或者是不同版本的Ubuntu Linux 好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叫做Linus Container 好 所以呢 你看哦 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Virtual Machine呢 其实是不同概念 Virtual Machine呢 你看哦 我们刚才在讲Virtual Machine的时候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Host端 对不对 跟Gas端 然后其中Gas Always呢 跟Host端呢 它其实讲 它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区隔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技术是Docker 就所谓的这种 作业系统层级的虚拟化的时候呢 其实呢 因为底层用的这个作业系统是 是同一套 然后 那所以呢 这上面的那个 Container呢 它其实是怎样 它是把它的资源 对应到Host端的某一个资源 好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技术呢 其实 更早之前就有了 像那个FreeBSD有个叫Jare 就是监狱那个字 然后呢 Solaris有个叫Solaris Container 然后 他们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刚刚讲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呢 这也不难懂 对吧 就是因为 FreeBSD也好 Solaris也好呢 他们是作为非常稳定的作业系统 所以其实在这上面呢 其实就有不同的这个执行的需求 对吧 就是有这种 想要执行不同的 不同的Fly System 或者执行不同的这个 Process的需求 那希望说 可以去区隔 所以它是在作业系统层体 去达到讯化 而不是在硬体层体的达到讯化 好 那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其实 FreeBSD跟Solaris都提出它的container 那这时候呢 又发现有趣的事情 Linux又吸入了 例如说LSC 而且注意到Linux 其实还有好几套 好几套这个方案 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LSC 然后甚至还有什么LSD 反正就是这个 这种技术呢 就一直持续的一个发展 然后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呢 Linux在吸入这些技术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 重新再发挥 那就注意到这个样的一个 风格 好 那接着我们来跟大家介绍 当然这样的案例还很多 那我 我可能之后持续再更新 或者说你刚好发现 发现有些相关的有趣的案例的话 也欢迎在这过程中补充 好 那既然呢 我们讲到卡比 那我们来讲一个 也是相对 相对很 很 很活泼的东西 好 这个Daniel 他发 他有个网站 很有趣 就是他就是一系列 很geek 很技术性的这个漫画 那其中他有一则漫画呢 就是去 讲解 讲解这个Linux的核心 那注意到 你可能看到标题呢 就可能会有点失望 对吧 然后你可能一起说 他会告诉你Linux的运作原理 但是其实没有 对吧 他只是画了好多气颜 然后 我女儿昨天看到我的教材 说 好多气颜 好可爱 然后 我今天 我吃晚餐的时候 跟我女儿解释说 卡比跟气颜的关系 好 那当然我女儿 还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不管怎样 就是说呢 我刚好发现这个卡通 他真的有这个漫画 刚好可以 很好去诠释 那个Linux核心 在这里面来讲话呢 他分了好几层 注意到 他会有地下层 然后再来是 这个地上层 然后在上面 还有更上一层 然后跟Linux Kernel有关的 就是在 这个低层 跟地下 地下那一层 好 然后值得注意到是说呢 其实呢 他的标题呢 其实下不好 因为其实 其实与其说 他是讲Linux核心 不如说他是讲Linux系统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到 两栋四五 两栋四五 那注意到呢 我们在这个 直播的那个 那个 下方 我们直播的下方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可以到我们的聊天室 所以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 可以 可以在这边留言 休息到两栋四五 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内容精简 只是把它搬到其他的 其他的共笔 你认真 看看就会发现 我们这次的那个 的教材 其实会连接到不同的 不同主题的那个 讲义 好 那我的电子书 主要还是想讲那个Linux Kernel 的CPU Schedule 所以其实没有说把那个 把 所以你讲的话不成立 卡比 卡比 可以 大家提供卡比 卡比 我来说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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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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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你可以自己看 然后有趣的地方这是什么 就是里面有几个点值得去谈 就是为什么要从地下枝去看 就是这个漫画里面有一些玄机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地下枝去看 因为地下枝包含了这个档案系统 就是你过去在学这个作业系统 尤其你如果从恐龙书去学习的话呢 档案系统可能会是比较慢的 对吧 你回想看 你看你在学习的时候可能是 恐龙书的在第二章第三章就提到什么 像这种形成管理 叫process 会讲到这个thread对吧 讲这个形成啊 讲这些执行序 然后档案系统往往是在很后面的地方才提 但是 以UNIS的发展来讲的话呢 有趣的一样就在于说呢 其实UNIS在很早期的版本 就是UNIS的地零版 因为 就是UNIS其实1969年才发展 但是它的手册 就是它的那个 正式的文件呢 是1971年才有正式的文件 也就是说呢 在1971年以前东西我们都叫地零版 就是最初最初的版本 那在最初最初的版本里面呢 就有档案系统了 但是不见得有排程器 正讲是 在最初的UNIS呢 它其实就具备档案系统 但是它不见得有排程器 然后在1969年 Ken Thompson Ken Thompson发展的这个 UNIS呢 其实是什么 是 就是 它就只有两个城市 交替的去 交替的去执行 然后呢 即便是这么单纯的一个 作业系统 它其实就有 就有档案系统 那注意到的 档案系统你可能会觉得说 它是一个 作业系统可能是一个 比较外围的地方 但是在UNIS 或者在Linux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就像前面提到的 我们刚才提到说 像那个 在Linux来讲话呢 Parsis本身呢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被 当作档案系统的 那这个 这个概念呢 很重要 因为这件事呢 直接影响到呢 我们在这个Linux的一个 关键的设计 然后其中呢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呢 其实 在Linux来讲的话呢 它的档案系统呢 是整个系统不可 获取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档案系统的 实作本身 它也许可以换 你可以从 Network File System 换成 换成像什么Samba啦 或者换成 EST4 或者是 那个BetaFS 就是你有很多 档案系统的选择 但有趣的地方是呢 整个作业系统的管理 其实都跟 都跟档案系统 有很大的关联 好 然后 我们有个讲座呢 叫做 档案系统概念 其实作手法 就去提到 这件事 那这个 你可以讲说 我们还特别 准备那个 上下两个部分 其实这个东西 就很关键 那里面有个 关键概念 叫VFS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实作呢 可以很多套 但是呢 对应用程式 来讲话呢 揭露 就是揭露给 应用程式的界面 跟存取方式的 就是一致的 然后注意到 这个实作的手段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 叫做 OOP 对你没有听说 就是物件导向 程式设计 那个OOP 对标 用西元 当然可以写出 OOP的程式 而且这样 而且呢 这件事可以很优雅 去实作出来 好 所以在Linux 来讲话呢 我有个VFS 那这个VFS呢 就 就是一个 层上 起下的一个作用 层上是什么 层上就是说呢 对这个应用程式 那我对外 接入东西呢 就是Open Cross L-Sick 指数 这些界面 那对下的话 就是不同的 这个实作 那当然有些实作呢 它可能对于 性能 比较在意的 比方说像那种 ST4的 它可能会有 对应的这种Cache Buffer Cache 那有些党类系统 它可能比较单纯的 像那个 Processed by System 就是它 它本质上 不用管什么Cache 因为它 它只是把这个 作业系统的资讯 用党类系统方法 去呈现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 就是 这 这也是为什么 在那个 这系列讲座 我们都会探讨一些 历史典故 其实呢 这些 不是为了要 不是为了要什么 这个 这个 吊书带 或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不是 不要误会了 的确有些老师 他会 讲这些历史典故 是为了要吊书带 但是呢 我希望让大家了解 你学Linus 就是要学这些 历史 因为很多发展的 下面讲到 像那个BPF 对不对 就一开始 它就是BSD的一个 Berkeley Packy Filter 现在变成说呢 包山包海 Linus Kernel的 很多个不同的 子系统 都可以用 EBPF来管理 所以 乍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但是啊 它有这个 这种 成千起后的 观点 那其实呢 档案系统也是一样 因为呢 在最早期的 UNISD0版 最早期的时候呢 就 就档案系统了 而且呢 Linus呢 又把这个档案系统 发扬光大 提供像 讲的这个 VFS这样的一个界面 甚至呢 在 UNISD版 就是很早期的 那个UNISD版 1971年的这个UNISD版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 实作的 术语 概念 其实一直到今天的 Linus都还存在 所以 这个东西呢 它存在了超过50年 但是一直到今天 它还是存在 这就是所谓 刚刚讲 历久弥新 这也是特别 你在学习 做一些概念呢 应该理解的 就是 历久弥新的东西 是什么 那这相关的这个 内容 请你参照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讲座 好 好 这是档案系统部分 好 那接着呢 就是非常热闹的 这个中央大厅 那中央大厅呢 会有一堆 企鹅 然后还有一些 像这个小精灵 这种 然后我们现在目光呢 放在这个右下角 右下角 你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堆企鹅 对吧 这里面企鹅 里面呢 看起来有一堆企鹅 而且有个什么 有一个人发号施令 有没有看到一个 可能是一个企鹅 企鹅妈妈 我不知道 应该是企鹅妈妈 还是企鹅爸爸 总之就是 有一个年长的企鹅 在发号施令 那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这件事在做什么事 这件事就所谓的 这个process schedule 就是要去排 就是管理这些行程 好 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第一个 userspace的行程呢 它的PID必为1 注意到 也就是说 你在你的电脑上做实验 也许你在输入PSAUX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大堆不同的PID 而且要看系统复杂的程度 也许会有 会有不同的ID 就是你的电脑可能会少一点 因为我的电脑比较复杂的 我电脑CP比较多一点 然后但是即便是你的电脑 也许它的资源比较少 但不管这样 一定存在一个PID等于1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就是init 或是systemd 然后呢 我们今天讲到那些Docker 讲到那些share 当然这些share的demon 其实都是由这一个 这一个init所建立的 下一个 就是由init所建立的 新的行程 然后呢 值得注意的是说呢 这边的契尔 你看这个漫画里面 这个契尔里面呢 有的是精神抖擞 有的在打盾 对不对 就是他们在做什么事 其实就是跟这状态有关 那这张图呢 就是你在作业系统的教科 常会看到的 对不对 就看到说 中间会有不同的状态 会有在runnable 或者running 或者他就是 可能在自行 某些系统护教 或者他收到特定的 这个signal 然后他就切到stop的状态 那当然这个 我可以 过一段时间呢 我可以从stop状态 切坏到running的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他的这个lifetime 那当然最终最终 我可以 我可以去释放 那如果在某些状况下 不能释放 会陷入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叫做zombie 这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边呢 就讲CPU Schedule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 就是Daniel还有一个漫画 就是我相当于是把他的漫画 把它绘整起来 他的标题叫Folk 然后Folk这个系统护教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就是当我一个process去护教的Folk 那执行完成的时候呢 就会得到一个什么 就会得到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行程 对不对 Like me 好 这个Folk系统护教呢 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尤其你看这个手 看那个手册的时候 你看你的手册的时候 我们 可以用那个main page 2的表示什么 表示系统护教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Folk系统护教呢 它是没有 它是没有引述的 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没有引述 然后它有个回传值 然后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回传值呢 乍看之下 好像跟一般的西元的韩式 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对不对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其实它的返回值呢 会有不同的 就是说 当我在Parent啊 在Chall 会有不同的返回值 然后 其实这件事呢 它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 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学习 这个作业系统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疑惑 读这个 至少我那时候在读 这个恐龙书的时候 我高中在读恐龙书的时候 我就很疑惑 真的没办法理解 它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后来呢 我花点时间去看 那个历史典故 终于知道 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一个 这样一个Folk系统护教 其实这个是当初呢 Dennis Rich 就是这个跟Ken Thompson 一起在开发 UNIX的这个前辈 就是Ken Thompson 现在是81岁 那不过很不幸的 是2011年的时候 Dennis Rich 已经已经过世了 然后呢 Dennis Rich 他的有很多 很有趣的一个想法 然后 那人们就 就是注意到 在Dennis Rich的 那个回忆录 也不回忆 他就 他写了一些文件 那有提到 就说呢 就提到说 UNIX的一些设计的哲学 那其中有个哲学呢 就讲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 有这样Folk的系统护教 而且这个Folk系统 为什么是 去继承呢 这个Chile 为什么去继承 Patterns所有的东西 就是Patterns什么 Chile几乎都有对等 所以我们讲 几乎就是有一点点例外 那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初呢 在1964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Project Genie 那这也是Dapa的计划 就是这个 美国国防部 旗下的叫先进研究 先进研究计划 这个很大的 很大一个 一个 很大一个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 一个Umbrea 发展的一个语意 发展一个很大的集团 里面的 里面一个计划 叫Project Genie 他就是要发展一个 分时多工的作业系统 那我们史上第一个 分时多工作业系统 是叫CTSS CTSS 他是在1961年 就CTSS是1961年发展 然后CTSS获得巨大的成功 所以后来的很多作业系统 都是在CTSS为范本 或者说 从这个概念上出发 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创新 那Project Genie 他就是 是被认定为 是 第一个石座Folk的作业系统 那我回想那个历史 Unis 第0版什么时候发展的 是1969年 也就是说 Ken Thompson 当初在贝尔实验室 发展Unis的时候 其实更早之前 他就有个范本 叫什么 叫Project Genie 然后呢 事实上呢 Project Genie在石座Folk的时候呢 是很细致的去处理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去描述说 我今天建立了新的行程 应该是什么样的优先权 应该去哪些资源 是要分享的 哪些东西资源是要独立的 但是呢 后来的Unis 反而作为一个 我们叫做拙劣的模仿 注意到这不是 不全是个贬义词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当初 Dennis Rich说 他们在发展Unis的时候 觉得 不需要像那个Project Genie一样 做得很细致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临时方案 结果这个临时方案 不小心呢 就存在了50年 50多年了 然后当然一直到今天 这些问题呢 又被后续的这个 作业系统像Linus 所继承 那当然呢 开发者呢 其实也有在反思 例如呢 有个叫Pudget Spawn Pudget Spawn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他就是Pudget Spawn是这个Unis的工业标准 然后Spawn呢 就是那种孵化那个字吧 然后呢 所以他你看 他的那个描述叫Spawn a Process 那你看 回来看这个上面 就是这边叫做Create a Process 然后呢 他的在Folk里面 是怎么去建立一个新的Process 是Duplicating 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建一个副本 但是呢 如果你对照看这个Spawn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他参数的显然多很多 对不对 就是你看他说 他今天建立的东西呢 就是很多 而且你有很多方式去描述 他细致的 就是描述说 我里面呢 要怎么去处理 怎么处理Signal 像这个Signal 怎么去处理相关的档案子存取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细致的处理 所以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当初呢 UNIS在发展的时候呢 他是有建于呢 另外一个作业形容 你可能听过叫Martex Martex呢 是在1964年 他是由贝尔实验室啦 Marson理工啦 还有那个GE 就美国奇艺公司 他们共同发展的 他们当初把很多 很先进的这个 想法带进来 那你可能有看过一本书 叫做人乐神话 人乐神话里面呢 有一段呢 就要讲什么 就是讲第二系统效应 第二系统效应呢 就是讲Martex 因为呢 前面讲过CTS 太成功了 1961年的CTS 太成功了 所以人们就觉得说 哇 信心满满 所以呢 这个Martex 1964年的Martex 就想到 你想得到所有东西 他几乎这样 他就是几乎把他 你想到很多先进的概念 他几乎把他整个做一套 CTS 在1961年的发展的时候呢 他是用什么 用组合园开发的 但是呢 到1964年的CTS 他就想到什么 太阳高阶语言 像这边有个PL1 你要知道一件事 PL1呢 他的 你可以去看一些范例 维基百科有些范例 虽然呢 你可能不知道 他实际上的语法 但是你看了范例就知道 他是一个很高阶的东西 他不会像西元 那样的一个低阶的 所以我们说 西元是一个系统程式语言 就他还是算高阶的 跟组合园比起来 他是更高阶的 但是跟其他的 的 程式语言比起来 而且 比西元更早之前的程式语言 就有很多高阶的 像Pascal Vultian P1 这都是很高阶语言 然后呢 Martex呢 偏偏呢 他就选用高阶语言 然后你想得到 上面的那个 系统 比方说多人 多工 甚至多处理器 对你们有听说 这个Martex 1964年发展的时候呢 他是考虑到 多人 多工 多处理器 那你可能会想到 另外一个 做一系统叫什么呢 你一定有听过 叫什么 Microsoft Dose 那你可能 听过另外一个小故事吧 叫QDose 就是当年的 那个 或者叫86Dose 就是当年的 B2盖茨 在建立 这个微软 这个公司的时候呢 他们拿到 IBM的合约 因为IBM也要进军 在1980年代 也要进军 个人电脑市场 但是IBM呢 他自己知道一件事 就是他公司太大了 那如果呢 整个 都使用公司的技术 因为工资发展的硬体 IBM做CPU做好多年 IBM有自己的工厂 有自己的金源厂 在那个年代 然后呢 在那个年代呢 IBM当然有自己的作业系统 有好几套作业系统 IBM有自己的程式员 但反过来说 如果整套都用IBM了 那整个那个公司在做 那个跨部门整合时间太长了 所以有时候 大公司会做这件事 就会找一些小公司 干嘛 找小公司来做一些 动作可以做比较快的 用很低的成本 让小公司去冒这个风险 而不是让 在大公司里面 整合自己内部资源 主要这种事 在大公司其实很常见的 你可能以为说 大公司就是什么东西都用自己的 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个资产做最大化的配置 其实你会觉得 可能你想象中的大公司是这样 但实际上不是 至少当年呢 那个IBM找Microsoft的时候呢 就是说呢 叫Microsoft自己去搞定 搞定那个作业系统 搞定那些系统工具 那IBM呢 就自己把一些必要的规格设计好 然后就可以出货 就出货这个IBM PC IBM Personal Computer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 Microsoft DOS呢 什么时候推出的 就是1981年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1981年推出的 这个Microsoft DOS呢 它的分类上叫什么 单人 单工 单处理器 好 你发现整件事有哪里不对劲的吗 就是1964年的这个 Maticus 它是多人多工 多取其 结果到了1981年 竟然退化了 注意到 这不是叫退化 这也不是退步 就是不同的市场 对吧 因为在1960年代的 那个电脑是非常非常贵的 你看开发这个Maticus 是需要的 动用到这个 奇异公司 动用到贝尔实验室 动用到MIT 就是都是一时之旋 但是呢 DOS呢 Microsoft DOS呢 显然就是 就是IBM要进军 这个个人电脑市场 然后用一个 很低的硬体配置 然后用很低的硬体的准备 然后这就是 用刚好能够运作的一个系统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我就想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在学习 尤其学Linux 你会觉得东西 有些很多东西很古怪 这东西古怪 就是因为说呢 其实不是Linux是古怪 而是因为Linux 他所借进的 所参照的系统叫什么 叫Unix 那Unix本身就是一个古怪的作业系统 然后呢 既然讲到这个行政管理 我们再继续讲 因为这个里面慢话 你看这个 这个企业这么凶 对不对 他说什么 他说 跟这个企业说 我是你的Process 那请问这个164啦 23324啦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呢 就是在讲这个Process跟Thread的之间关系 那这个呢 我们要特别去说明 你看这个一个恐吓意味 对不对 就是说有一个 会传送一个Sign 叫Sign Stop 好 那值得注意当时说呢 Linux呢 是1991年发展的 其实在那个时间点 已经有其他的Unix 商业的Unix呢 其实已经做了执行序了 多执行序 就是Marty Threading 其实在1990年代呢 就已经有好几套商业的Unix发展了 但是Linux呢 其实做这个Marty Threading 做得很慢 一直到了21世纪 才真的有 21世纪的第一年是哪一年呢 就是2001年 就是Linux从1991年 真正发展的2001年 才有真正多执行序 在这之前是一个很别扭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在Linux来讲的话 很长的时间内呢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支援 多执行序的 所以只能用一个很别扭的方式 比方说像Linux Thread 它多别扭呢 它就是把执行序 把它转化成形成 也就是说 在2001年以前的Linux 它其实最小的执行单元 就是一个Process 而且Process就是一切 好 那整个Process就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机体的空间 然后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为什么 这个大致的企业 跟这其他小的企业 就会恐吓 因为他们其实这三者呢 其实它本质上在Linux来讲 它都是Process 只是呢 这个Process 会管理其他Process 就说呢 怎么 我一旦传送一个SIG Stop的时候呢 其实全部的执行序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最大 这是在Linux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 算是非常古怪的事情 因为在同个时期的 其他的商业的作业系统呢 其实他就有能力 把执行序跟行程区隔 不然说你在恐吓 读到的一个描述 你会看到像这个Linux Process 这样的概念 但是在Linux来讲的话呢 它发展的前十年 完全没有多执行序的概念 那后来呢 有个东西它出来 叫做NPTL NPTL出来之后呢 才是一个 让Linux具备 现代作业系统的机制 它的全名叫 Native Pository Library 那我们刚刚讲过 Pository是Unis的 标准化的一个 就是Unis标准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作 它相当于是把 商业的作业系统 商业的Unis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 来自不同供应商的 那个技术 整合进来 变成标准化的一个过程 这是Pository 那其实Pository 在1990年代 就已经有Pository 但是Linux就像刚刚提到 一直到2001年 才有真正的 现代化的Pository 的始作 这个始作称为叫NPTL 然后NPTL出现之后 整件事才有一些转变 也就是说 Linux来讲话 以前是没有 Process 是没有Thread的概念 是所有东西都Process 后来 它有办法去 在Process内部 它有办法去执行讯 但是这个执行讯 实作也是 还是有点别扭 就是什么 就是你会在Linux来讲话 有个东西 Test Track 这个Test Track里面 它可以去描述 Process的资讯 但是它也可以描述 Thread的资讯 也就是说 就算NPTL出现之后 它其实Linux的Process 还是当做一个 你就想要当做一个 罐头 里面可以装不同的执行讯 然后它会有特点的容量 那只是说 这个东西执行的时候 当我在执行讯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执行到不同的 到CPU的单元 也就是说 以前的Process 是最小的执行单元 后来 NPTL出现之后 我就可以把 Process里面的Thread 指定用不同的CPU 这个东西 我们就称为叫什么 叫Persessor Affinity Persessor Affinity 不是Affinity 我也可以再指定 所谓的Thread Affinity 在Linux来讲话 我就可以去指定 Process Affinity 所以我就可以去指定 这个东西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做出来 一直到2001年NPTL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就是很多很古怪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 有很多概念是跟那个 你以前在学孔文书那种书籍的时候 因为孔文书那种书籍 其实也不能说它有什么错 就是它是一个 百科全书的观点 去探讨作业系统 但是我们在学习Linux的时候 当然是什么 是要兼具概念 兼具理论 兼具实作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做你想做的事情 对吧 你在上面想要开发Diguine Driver 你在上面想要改进Fire Assistant 你在上面想要怎样 想要运用Linux来做出一个高性能的运算 HPC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你在上面想要去架设你自己的伺服器 而且调教成 可以因应很高的流量 这就是你希望 你拿Linux来做你想做的事 对吧 然后过程中就要了解Kernel 了解Linux系统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好 然后呢 这个 Daniel还有其他的漫画 那像里面像一个叫Zombie Process 这个东西有趣啊 你看好像这个 就是这个漫画就讲说什么 就讲说 这个 讲说这些Process 他变成僵尸了 变成个Zombie 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 是这样 就是他的这个 我们会有Parent Process 跟Child Process 那Parent Process 呼叫Folk 系统呼叫之后呢 一旦成功的话 就会建立Child Process 那最后他的运作是非同步的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 我本来有一个 一个Process 然后呢 一旦呢 我建立一个Child Process的时候呢 那我就把原本那个Process 称为叫Parent Process 那新建立的就叫Child Process 那有些地方是 到底Parent Process先执行呢 还是Child Process先执行 到底呢 是Parent执行到一半 然后再到Child Process 或是Child Process执行到一半 再换Parent Process 这件事是没有明确规范的 也就是说 这件事呢 我有很多不同选项 我当然可以改变Kernel的选项 所以像Nins Kernel里面 你可以去指定说 一旦呼叫Folk成功的时候呢 到底先让Child先执行 还是让Parent先执行 好 那总之就是 一旦呢 我Folk成功之后呢 这两个Process 就是一个 就是独立的执行单元 那 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些问题 比方说呢 Parent Process 本来已经开档了 已经打开某些档案了 或是打开某些资源了 所以我们就有个需求是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会有个需求是说呢 比方说Child Process执行官的时候呢 我想要怎样 让某些档案 由Parent Process去关闭 比如档案要关闭啦 或是资源要去释放 但是呢 如果很不幸的话是 Parent Process呢 忙到没有时间呼叫这个 那这个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Parent 就是 我的Parent Process 应该要等 Child Process干嘛 就是要求把资源释放 但是呢 Parent Process自己就先跑掉了 那自己先跑掉就导致呢 Child Process就变成一个 Zombie 对吧 因为他一直等 Parent Process本来要等Child长大的 等这个Child把这个资源释放了 就是要求释放 或者要求做其他动作 但是Parent他自己先跑掉了 好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会有一个像另外一个漫画 就讲这个Sig a Kill啦 这个其实也是类似的 就是这个 讲这个Sig a Kill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里面也是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Thread有关 对吧 像刚才提到 就是在这个 在这里面 因为那个 Process就相当于这个容器 然后它里面可以放个 落干一个Thread 那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Thread跟Process 在Linux来讲 就是很暧昧的存在 就是其实呢 Process跟Thread 在某个角度上 它是可以互换的 而且对外看起来都可以是一个什么 对外看起来都可以是一个Process 这也是为什么呢 你今天用PS这种工具 去看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说 它是显示PID 但是这个PID来讲的话呢 它虽然这个栏位叫PID 但是呢我也可以拿来描述什么 也可以拿来描述 绑定特定行程里面的执行序 所以呢 这个是在Linux里面呢 真的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边的这个漫画就在讲说呢 如果我今天去传送这个Signal 因为Signal的处理单元是什么 就是一个行程 好 那相关的内容呢 请你参照这个我们其他讲座 就是有专门讲Process的 有专门讲Schedule的 那我们还有写一篇文章 就讲这个Folk跟Schedule的那个什么 前世今生 反正里面呢就讲到这个 有一些历史故事 注意到这些历史故事很重要 因为UNIS这些 它之所以古怪呢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前面的作业系统 或者说 或是因为前面的作业系统做得太复杂了 比方说像Maticus 所以UNIS呢就用一个反其道而行 用一个很简化 但是有可能过度简化的一个方式去实作 所以搞到你觉得觉得很奇怪 好 总之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好 然后 然后在这边来讲话 我也讲到一个Folk-Jones的模式 这个Folk-Jones的这个 就是Folk-Jones的一个执行的机制 好 然后 像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还会有提到一本公开的教科书 我之所以想要写这个我的教材 我之所以想要写我的电子书 怕有同学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我有写一本电子书 就讲那个 讲Linux的CPU Schedule 好 就我有写一本这个书籍 那这个书籍的话 就是在我的一个Linux核心的这个教材 好 那我现在还在编撰 那就是 我写这样的一个书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跟 这个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致敬 然后 他们两位 他们两位是夫妻党 他们两位都是那个CPU Science的教授 然后一起写这本书 然后 这本书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是 它就是教科书 而且这个教科书 可以是自由的去散布的 然后 这两位教授呢 有特别去写一篇文章 说为什么 教科书应该是要自由流通的 然后它有很多观点 那我深受它的启发 也 因此的 我就决定写一本书 那 来补助 就是他们写的书已经很好了 我只是特别去强调说 Linux的CPU Schedule 的 一些 关键议题 然后其中呢 这本书的书名怎么来 这个书名是这样 就是这个书名呢 是跟那个费曼 致敬的 费曼呢 有一本书呢 是这样子写的 就是说呢 讲这个物理 物理呢 有 有六大部分 然后呢 这个作者的说法是呢 这个物理呢 太深奥了 它分成六大部分 作为系统只有一半难度 所以就变成 它这三个部分 那其中这三个部分呢 就是包含说 Virtualization Concurrency 还有Persistence 那其中Persistence 是在讲这个 党案系统 这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部分 然后我们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探讨 这个像这个Virtualization 跟Concurrency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两位教授呢 他们 在编撰 教科书的时候 为什么特别讲 这三个部分 其实就是三个部分 这是一个 关键中的关键 这也是我刚才特别讲 就是我们在学习 做一种概念的时候 一定要学那种 历久明星的 那当然我们刚才讲 之所以讲这些历史典故 也是让你知道说 这个东西的前世今生 是怎么一回事的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像一些早期的 机体管理 像那个Overlay 像刚才讲那个DOS时代 那个DOS时代呢 你可能 像什么EMX 386 MX 这种东西 就是它有很多 那种Overlay的技术 那后来呢 就改成以Page为基础 那这个地方呢 请你交叉来看 那接下来 我们既然讲到 机体管理的话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Daniel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 我认为很有趣 就是说这个 这边看 这个Kernel 就是说 我这个 我为什么只有配置到 400MB 对不对 我有 为什么 我需要更大的资源 然后呢 但你看到这个东西 很有趣 就是说 我为什么配置这个资源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算呢 你从Maluk 注意到 你从Maluk 里面拿到什么 拿到 拿到 记体的地址 但你不要记得开心 为什么呢 你看到 依据西元的风格 你只要他不是零 他就是真 就是任何数 只要不是零 比方说 零一啊 二啊 三啊 甚至负一 负一 我也可以当作是真的 好 在西元风格 就是不要 不要是零 就是真的 但有趣的点 就在于什么呢 在于说呢 今天 他不是零 是真的 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存取到 系统帮我配置好 系统支援 但是呢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最终你是不能存取的 这件事 你看到Maluk来讲话呢 你可能过去你写程式的方法 就是这样 就是去判断他是不是零 或是判断他是不是零 注意到这个 这个 那就是我去判断他是不是零 然后 但是这不够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在Linus来讲话呢 他会具备一个东西 叫overcommit 这个overcommit听起来 那很神奇 对不对 就是看起来 机制很神奇 但你想想看 你想想那个高中 你看到吗 你高中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你高中 念什么学校 但是 我先假设你高中 念的是那种升学学校 或者很重视 很重视升学的学校 你看 重视升学学校 会干什么事情 就早上先干嘛 先来考试 先来考英文 先来考数学 或者英文加数学 然后 当然可能中间 在穿插一个什么 墨写 然后开始上课 然后开始上课之后呢 老师出作业 然后或者是小考 对不对 那有一些学校呢 就是我没有读过啦 但是我听 听我老婆啦 或者听我同学讲 就是什么 三年的课程 两年把它教完 然后 然后七早八早 就是 高一跟高 就是 就是把三年 该上的课 全部上完 高三就一直考试 一直复习 那你看到 你高中的时候 就是一直做这种事 其实你就一直在做 overcommit 对不对 你想看你高中的时候 又要学 物理化学生物 对不对 就算你最后的目标 是要读考上台大 台大电机系 或台大志工 是你的理想资源 但是你还是要考生物 对不对 因为你老爸老妈说 哎哟 多考一课生物嘛 对不对 不吃亏嘛 对不对 到时候也可以考上台大一课 我才不要当科文者的学弟 所以就说 这个 就是你高中的时候 其实你看 为什么你高中 可以游刃有余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overcommit 老师说要交作业 明天要交作业 明天要小考 你就说 好 那老师说呢 下午要什么 要模拟考 你说好 反正你心大意再说 因为你知道一件事 就算呢 你觉得这些负担很重 只要什么 只要呢 只要预先支出 反正呢 只要及时释放资源 反正考试呢 只要全班都考得不好 或者全班作业都交不出来 就可能会延期 反正注释 你就先答应 你不用说呢 你不用什么 你不用凡事去计较 对不对 你高中没有计较 反正就是高中就是 来什么 考什么 要求什么 你就准备什么 可是呢 你上个大学 就急急计较 说哎哟 老师我好辛苦 我们要做大学部专题 老师我好辛苦 我就觉得奇怪 对不对 你看我们高 我们很多学生 都来自这种 升学为主的学校 你高中 物理化学生物 都学了 而且美术也要上 对不对 体育也要上 对不对 工艺也要上 对不对 你上那么多科目 你高中游刃有余 上了大学 这样 一下就说 哎哟我好辛苦 我没有时间 我就觉得奇怪 对不对 而且你问问看你自己 门性质问 你大学四年 有没有学的比高中三年还多 大学四年 而且这四年有很多什么 你有电脑可以用 对不对 你高中 不要说电脑 你连手机都没得用 对不对 就是 你不要查资料 那高中呢 有很多 也没有丰富的材料 可以存取 但你大学四年 有很多丰富的材料 也可以存取 但你问自己 你大学四年 学的东西 有没有高中三年多 然后尤其你都工作了 对不对 你在工作 你想想看 你高中可能还记得 记得历史老师 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但是你 你绝对忘记 你那什么通识课的老师 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更别说 学什么内容 好 这个就是 先答应再说 然后但是呢 先答应再说 虽然可以应付很多考试 应付很多挑战 但是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就是在某一个 不好的时间 就这样 记忆资源被吃光光的 这就是 我们称之叫 out of memory 所以呢 为了要因应这种状况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会有个东西 out of memory keyler oomkeyler 好 所以在这个 Linus科统来讲 就要注意到这件事 那我们有一个对应的讲座 就是讲这个 Linus的记忆管理 然后注意到 Linus的记忆管理呢 是 我认为是Linus科统里面 最最最最复杂的地方 你看我们这个讲座 还有特别 拆了三个部分 那之中还会去扩充 这个东西涉及的议题 就很多 很多元 就是涉及到 当然从一体层面 你要知道什么是MU 什么是TLB 什么是PageFault 然后知道说的 它有不同的 机体配置的策略 甚至在科统里面呢 有不同的API 这东西我们都是要特别去 特别去考虑的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2125 好继续 继续继续 接着回到这个 这个从漫画学Linus 好 然后 另外一个要在坑统里面要注意到 一个议题 这个搭配这个漫画 你看这个漫画是这样 原本有个Intel Core i7 主要i7其实它是个品牌 它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处理器的产品 它是一个品牌 这里面它会有不同世代的产品 这个漫画大概做什么事 它去增加一些Security Patch 这边Patch当然就是讲一些作业系统 或是任体层级的一个修正 然后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漫画就故意很讽刺的说 哎呀这个变成386 最后这件事是夸大了 它其实这件事不会发生 当然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趣的地方是说 其实这件事虽然它不会真的说 从Core i7变成80386 但是的确呢 这些资安的强化 其实会影响到这个性能的 例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晚点我把那个论文贴出来 我们之前有发表一篇论文 例如我们在2022年有发表一篇论文 它叫ISCA 这个论文 欢迎大家来Site 这还没有人Site 2022 然后你找这个ISCA这个论文 那你可以找到相关的这个程式 那里面呢 我们就会整一段 就是讲说这个资讯安全对于 就是去强化这个 强化这个 资讯安全 尤其是针对 处理器本身的漏洞 微处理器本身的漏洞的时候呢 这些强化的那个 的冲击 就是在某些情境下呢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会降低30%的性能 所以这个冲击是很大的 就是 这是要看场景 像这边来讲话呢 这边有些数字说 就是像Radis有12%的冲击啦 Angels有12%啦 MongoDB可能冲击比较小 但是在某一些情境下呢 它可能会有 这样的冲击 那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在1990代后期 比方说在1998年呢 97年98年 就是那时候呢 的确是有很多创新 但是呢 在99年 1999年 或者是2000年 这个时候 就是有一些创新本身 它已经放缓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90年代末期 到现在 其实每年的提升率 其实都很小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的 每年提升是很惊人的 像1970代 1980代 那很夸张 就是几乎每一年都是double 就是1970年1980年 每年的唯一初一期就double 所以那时候软体也不用做什么最佳话 反正先让软体写出来会动 当然你要知道 在早期的电脑可以执行就很了不起了 只要早期的电脑可以执行 那因为在曾经有一段时间 每年的CPU时迈 就是每年CPU时迈 会有每年的速度 那就是一直在double 在就是成倍提升 但是呢 这件事呢 到了上个世纪末 其实已经遇到的困境了 尤其像这个世纪 这个单核处理器的性能 其实它的提升幅度很有限 就很像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对不对 你说中国经济成长率 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百分之十几 最高的数字是百分之十三 然后或者说百分之九 很长一段时间 是这样一个数字力的成长 但是后来你看 它就趋缓 甚至某一段时间 还遇到负成长 然后 然后其实现在的处理器 也有遇到类似的一个状况 就是单核处理器的性能 其实提升了就非常有限了 然后过去呢 一直在挤牙膏 像Intel这种公司在挤牙膏 不知道的话 你自己搜取Intel挤牙膏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 一大堆秒数 那这件事呢 在2008年 抱歉 2018年以后呢 这个Spectral跟Maildown 这些攻击的手段 它就针对什么 针对CPU 那就针对CPU一些 像Speculation Exclusion 或是针对CPU来讲的话 有一些 就是偷吃步的手段 可以去加速 那虽然可以去加速呢 但是呢 它其实就是 对于有心人士呢 就缺乏 就是 就是有心人士 如果要发动攻击 就可能会曝露出这个漏洞 所以呢 Linus Kernel 就必须肩负起 这样的一个责任 但是呢 一旦呢 去施加这样的一个patch的时候呢 就会有冲击 所以像我们那个 2022年 我发表论文 其实就在讲这件事 就是说 像这种 其中一个像KPTI 这样的一个 它是一个 从客户里面缓解 这样的一个 就是缓解这个 安全漏洞的一个手段 但是它对性能 是有影响的 那尤其对 那个 系统互交密集的 的状况下 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在2020年 我们就发表这篇论文 就说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在 还是保留这些修改 保留这种 客户的安全强度 但是 但是呢 我们 过程中 我们去用别的技术去弥补 这样的缺失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虽然 加上了这个 像KPTI 这样的一个防范 防范这种 side channel tech 硬体承积的 side channel tech的一个手段 虽然会降低性能 但是我们在 我们的研究把它补回来 就是将来是 就是这样一个强化 那这个强化的手段 就是说 我们把若干的系统护教 摆在一起执行 因为过去来讲话 就是 加上KPTI的补强之后 这个系统护教成本会增加 那我们现在想法就是 我就把 原本要执行很多道系统护教 把它拼在一起 这所谓的 我们称为叫batching 它就是批次 就是我们称为叫做 system called batching 或是叫marty course 这个手段 相关的内容 你可以去参照 刚刚有贴出来 这篇 easter card的论文 好 然后 接着在这个里面 里面你可以看到说 有一个process 就是叫httd 注意大家这边有个d 这个d是什么意思 就是d是demon的意思 那原本的意思是恶魔 但是在unis的世界 就是隐身成 这个常驻层 说的背景服务 那httd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它 专门去受理httd连线 所以它其实也是什么 它就是web server 你可以叫做httd server 或者web server 然后呢 值得注意到是什么呢 就是巴胜说apache在内的网页伺服器呢 它是采用这个事件驱动的一个模型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传统的方式 跟这个事件驱动 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呢 以前呢 就是 就是有个餐厅 它就是这个店员 然后有人打电话进来呢 我就怎样 我就去受理 然后一定是这个 这个餐点做好之后呢 才通知客户说 你可以来拿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那个店员 要服务客人的时候呢 就没办法接下其他客户 这显然就不是你想要的 对吧 所以事件驱动的伺服器 会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呢 虽然它还是雇用一个店员 但是呢 它收到电话呢 赶快挂掉 然后呢 再通知客户来领取 那中间呢 我其实还是可以接到别的电话 所以这个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就算只有一个店员 我还是可以服务比较多的人 对吧 它就像个总机嘛 对吧 最有名的总机 他姓韩嘛 韩总机 对吧 韩总机就很成功 对吧 他真的是 征服宇宙啊 对不对 可以选总统 又可以当院长 真的赞 然后呢 你可以刚说呢 这个我们就讲到一个 事件驱动的一个原理 好 那再来是 这个你可以看我们这个 有个讲座 就专门讲这个事件驱动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 拎的核心的课程 就是我们这个拎的核心的 这个课程里面 不可获取的一环 因为我们讲Linus核心 绝对不会只讲 不会只讲说 Kernel那些什么schedule 或者讲说 Process怎么去管理 不会只讲这议题 Io的模型 也是很大的议题 这也是Linus Kernel 特别去强化的议题 因为Linus Kernel就是要解决 真实世界问题 不过很不信任是 曾经有一段时间 Linus Kernel曾经有迷失过 就是这样 因为就是 Linus Kernel 他刚好获得一个 很棒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说 他在发展的 发展的早期 他有一个很棒的时间点 就在于说 他在发展的一个 早期 曾经有一个空档 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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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那个共笔的好处 大家可以一起来 取得最新的材料 缺点就是 有时候在跳下去 有点烦 对 曾经有段时间 Linus发展的时间点 是很有趣的 Linus显然 一开始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作业系统 这是很显然的事实 而且在Linus发展之前 就有BSD BSD就是一个 真正成熟的一个作业系统 但是 为什么人们 对使用BSD 是有顾虑的 因为在于 1992年的时候 AT&T 跟 BSD 背后的加州大学 就对不公堂 然后就是有这个侵权 然后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参照 参照这边 就是我们有一个 有整理一份笔记 这个笔记就是 从一个纪录片 叫Revolution Always 这个纪录片是 2001年的纪录片 然后我就针对 这个2001年的纪录片 去补充一些相关资料 当然过 到今天来讲话 已经将近 就是 将近过了 过了23年 其实有很多东西 已经不一样 但是 这里面是很难得的 因为 有很多材料 有很多影片 他会介绍Open Source 但是很少有 像把这种 第一线的 因为这里面有些人 他可能一辈子 再也不可能这样 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了 好 你可能知道 你可能会好奇 到底我在讲谁 在 Revolution Always的纪录片里面 同时出现 Richard Storman 跟Linus Tuas 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你要知道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同台演出 在那之后 这两人就 你可以说决裂 反正就是 因为某些原因 所以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 画面 里面 也有一些很早期的人 这些早期的人 他可能 现在已经在做别的事情了 或者说 他已经不再做Open Source 所以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很难得的 然后在这里面 我有特别去提到说 BSD的发展 就是加大学的官司 就BSD怎么去发展 他的从BearJoy 等人去创立的BSD 然后 他的全身时期 其实他也因应了TCPIP的发展 然后怎么打官司 他怎么变化 这我就有对应的描述 然后你就可以搭配看影片 就是这边都有把时间范围 把标示出来 好 然后再次强调就是说 我们之前讲这个历史 就是因为说 有很多东西都 都是有彼此 有关联的 然后 那曾经有一段时间 Linus 其实他就是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 在 因为你看 在上个世纪 你买一台个人电脑 你装了Windows 你就是说 这叫什么 这叫娱乐用的 或者家用的电脑 然后你有一台个人电脑 装了Linus 就变伺服器了 就可以拿来赚钱了 在DACON那个年代 DACON泡泡泡化之前那个年代 就可以拿来赚钱 这不是 这不是什么玩笑话 那就是 那就是 比比皆是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一个 当时的现况 好 然后呢 也因为 当时的开发者 当时的使用者 非常重视 Web server的效率 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在早前念的时候 有很多性能的问题 所以当初呢 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把 因为人们当时很在意Web server 你要想想看 我们讲另外一个事情 Yahoo Yahoo Yahoo统一 这个太惨了 你要知道 1994年 就是 1994年 Yahoo做什么事 Yahoo就上市了 对不对 你看1994年 哇 这太神奇了 他就上市 然后 这个 你要想 这个很神奇 你看 就是 1994年 就是IPO了 然后 这个很狂 对不对 就是 1994年 才开始架网站 对吧 架网站没多久 哇 这个 这个太神奇了 对不对 就是 生小孩都没那么快 就是你看 就是 1994年 开始架网站 那架了 然后 然后到4月12号 就开始了 IPO了 太狂了 然后呢 当时 Yahoo呢 就是早期使用Linux的公司 也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杨志源 跟那个Fellow 他们在 在Stanford读书的时候 就架设了这个Yahoo 然后吸引到大量的使用者进来 当然他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要扩展他们的公司的规模 就是需要用一个物美价廉的电脑 所以就像刚才讲的 使用个人的电脑 安装Linux之后 就用Web Server 就可以跑Yahoo 就可以来赚钱了 对不对 好棒棒 好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 当时的Linux呢 就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把网页伺服器呢 把它搬到 Linux客户里面 像那个K开头的 Linux客户的风格 K开头 就是 就是运作在Linux客户里面 然后呢 他就的确把网页伺服器 把它搬到Linux客户里面 去加速 那后来呢 有个版本呢 叫Tax 最后这个Tax呢 Tax呢 叫什么呢 他 就Tax 他除了是 吉祥物以外呢 他也可以是Web Server 对你没有怀疑 没有看错 对不对 这个有个东西叫Tax 他就是一个Web Server 而且呢 这个Web Server呢 有特别去发展一个系统胡椒 就叫Tax 酷吧 就是它 它是一个 然后 但是这样的问题呢 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我们都已经造需求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些Web Server 是 当时这个迫切的需求 但是当时显然Linux客户 就是有性能上的问题 那所以本来是要解决Linux客户的性能问题 而不是把这个Web Server搬到 Kernel Space 把Web Server搬到 原本User Space中 搬到Kernel Space 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 第一个 维护成本很高 对不对 因为原本呢 如果是独立的一个User Space的城市 它可以完全不同的人马开发 但是如果说呢 它是Kernel一部分的话呢 你就要跟着Kernel一起改版 就要去做调整 然后再来是说呢 如果这个Web Server 不小心crash 那Kernel就跟着crash 所以呢 你看到 我看到 这就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 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 当时一个 work run 那后来呢 这个Linux客户的开发 终于把Linux效能调好了 像前面讲的NPT 前面讲到这些 可以去持续提升Linux客户的一个手段 陆续引入之后呢 这些机制 就不需要存在了 也就KHTD也好了 或是TaxWeb Server也 就不需要存在在Linux客户 那这个地方呢 请你对照看 这样我们这个 有这个发展动魂 Linux客户的发展动态回顾啦 讲这个Io模型 讲这个Scapability 还有讲的刚刚讲的Isca 就都这里面都有去提到 然后 所以我们刚刚看那个漫画 其实它只有一部分是存在Linux客户 但是其他地方呢 就是有很多是Userspace的东西 但是这Userspace的东西 偏偏跟客户又有很大的关联 继续来探讨 好 然后我们这边呢 会用一份投影片 这个投影片内容 就是 它其实内容很 很精简 那这我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分类的大纲 来阐述 所以这边来讲 这个讲到Page 2 就对应到这个 这个简报的第一页第二页 这种这样的内容 出座补充 好 那首先呢 我们会来探讨这个很重要概念 就是Userspace跟Kernel Space 好 然后这个 Userspace跟Kernel Space呢 我们会看到像什么词呢 像这个讲Kernel Mode Users Mode 这样的一个词汇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这种东西的观点 像这个讲Kernel Space 跟Userspace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 一个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呢 是讲这个 讲这个 比方说以 以Windows来举例 好 以Windows来举例的话呢 我们会有Windows API 对吧 显然Windows要提供的API 然后呢 在这个 API底下呢 就是刚刚始作的细节 对吧 然后在 Microsoft Windows里面呢 很着重一个东西 叫HL 好 那这个HL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Microsoft的Windows 当初设计的时候呢 就希望可以 运作在不同的硬体架构 好 不过我今天讲的是NT啦 Windows NT 好 这个Windows NT的 这个NT的名字怎么来 这个NT呢 就是叫New Technology 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新技术 Windows的新技术 那也有被叫做 叫N10 反正就是 反正说反多 好 然后 但是后来 这个名字也 也不真的重要 反正就是个名字 然后就NT 好 然后 以Windows NT来讲过呢 它当初的设计 就希望可以在不同的 处理器架构运作 所以除了S86架构以外呢 其实它可以在Alpha架构 甚至在MIMX 对你没听说 MIMX的架构 也可以支援 那个Windows 就是NT的那时候 想法是很 很卓越的 然后而且呢 就算是同一个CPU架构 比方说X86的处理器架构 我可能会有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 网路卡 对不对 互同的显示卡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周边装置 然后HL就把这东西包覆起来 然后这上面呢 还会有一些Driver 注意到呢 在Windows来讲话呢 有些Driver是很奇特的 什么东西很奇特呢 输入法 对你没听说 在那个 对你没听说 就是这个 输入法的英文叫什么 叫Input Method Input Method 在Windows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它叫 它是Keyboard Driver 对你没听说 它是一种键盘的Driver 所以如果你的输入法 目前写坏的 目前写烂的话呢 就像你发展一个什么 新注音输入法 发展一个自然输入法 目前写坏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把Windows整个搞坏 为什么 因为输入法 它就是一个Driver 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就是Windows一个特色 好 那不管怎样呢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呢 就会区分User Mode跟Keyboard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责任归属 扣掉刚才讲 那个 那个输入法 这个奇怪的例子以外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 都还是有办法分类 对不对 比方说跟那个硬体有关的 跟HL有关的 硬体抽象层有关的 跟Driver Driver有关的 我们把它跑到 跑到什么 Keyboard 然后一般的程式 会跑到User Mode 那藉由Windows提供的API 让应用程式可以很容易去撰写 那当然会存在一些比较特别的例子 比方说有些 Driver它是跑到User Space 对你有没有听错 那在Linux来讲 也有这样的例子 像那个 我们讲的S11 它就是它的Driver 就是不同的 抱歉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SWindow 就是在这个 在我们的Linux上 会有一个东西 SWindow System 那有趣的地方是说 它的Driver 就是执行在User Space 就是它会有一小部分的程式码 的确是执行在Kernel Space 但是它主体大部分的地方 是执行在User Space 对你没听错 然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好处就是比较大的弹性 因为有些资讯 我们不想要让它变成GPU 你知道就是Linux Kernel 它是GPU发行的 所以我们不想要 很多厂商像NVIDIA 不想要让这些厂商特有的资讯 用GPU揭露出来 所以像NVIDIA的Driver 它其实就是坐在User Space 那Kernel Space是一小部分 我们所谓叫Kernel Helper 就是它的存在 就是来帮助User Space的Driver 然后我们又回到看那个CTSS 那我们刚刚讲过CTSS 是世界上第一个分时多共作为系统 它获得巨大成功 所以后来像Matex 或是像后来的Gini 就是都是在CTSS的基础上 我说概念上的基础 去建构各式各样的研究 跟实际上突破 然后在这里面呢 强力建议大家已经看这个短片 一定会有很大的大家启发 就是跟讲说那个 讲说这个 就是当时的那个1963年 那个Cobet教授 Cobet教授已经过世了 但是就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材料 我们正在建议中的计划 我们正在建议中的计划 我今天關注的就是分食多功追求 當時是他們代表的 從無中生有去開發是分食會考慮到什麼事 考慮到什麼東西是什麼是他捨棄的 然後甚至他在訪談裡面有提到 就是當時1960年年的時候 CTSS出現的時候作業系統的詞還沒有出現 也就是先有作業系統的實作 然後才有作業系統的詞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這是當時的一個常態 然後影片裡面還有一些像Teletyper 或是Console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一直到今天的Linus 都還延續了 我們剛才講從漫畫選Linus 也有提到TTY 這個東西也是Linus來講很關鍵的東西 我們再繼續看 在第三頁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就講到這個系統的分層 我們可以看到說會有Kernel 會有DyDriver 會有系統互交的介面 我們來看中間是怎麼一回事 其中這裡面我們就必須要講到一個 針對Linus來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針對FolkJoin的模式 FolkJoin 然後注意到這個FolkJoin不見得是那個Folk系統互交 不要搞錯了 這邊講的FolkJoin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那這個抽象的概念其實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其實它是在1963年就提出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今天講的Folk系統互交是UNIS作業系統 就是比較特別 就是比較一個偷懶的方式去實作 但是其實更早之前的設計是有一個很明確提出一個觀點 就是說我今天會有在程式執行的過程中 會有某個時間點 他呼叫他進行Folk這個操作 注意到不是講系統呼叫是這個操作 那一旦這個Folk的操作成功之後 我就可以建立兩個三個或更多個 單元 這些單元彼此之間都可以都可以並行去運作的 那這邊講的並行是講那個Concurrency 注意到講這個Concurrency 這叫這個對岸就叫做把它叫並發 但是這個並行是比較好的詞 因為說它是什麼並行不備 那並發的話其實同時發生跟並行不備是不同的意思 同時發生跟並行不備 你看這個中國的經濟成長跟衰退是同時發生 你看中國這多荒謬的世界 中國的經濟成長是 一邊是經濟成長 一邊是一堆的失業 一堆的爛尾 大到不能倒的 大到不能倒的公司 上造元資產的大到不能倒 空欄倒下來 你看經濟還可以成長 所以為什麼並發不是好的詞 你看看中國的現狀就知道 它不是一個好的狀態 並行我們講的就是什麼 並行不備 它重點是什麼 就是那個不備 就是說我是可以怎樣 我是可以不管是交叉執行 或是獨立執行 不管怎麼執行 就是不會影響到彼此 但是彼此又可以交流 彼此怎麼交流 有個點叫Join 這個時間點 就是原本繽紛多入執行 最後怎樣 Solo 繪成起來 然後注意到這張圖 這張圖乍看之下 每一個應用程式好像什麼 好像各自沒有觀點 但是回想到剛才講的PS 還記得對不對 就是你看 像我這邊有個PID等於2 還有PID等於3 然後你看它的那個 你看它的那個 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PPID 就是它的Parent 它會來自同個Parent 然後這個叫PS3 就是說像這個 像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我可以用那個 樹狀結構去描述 那你看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這邊有個SystemD 它可以啟動 就是管理這個網路的 網路HPI的 管路周期性的任務 這些程式乍看之下 它是沒有關聯的 對 它就各自獨立的 像這個CUPS 是管理什麼 印表機的 然後或者Docker Docker你知道剛剛講的 Docker 那這些東西這個程式 彼此也是沒有關聯的 但是它有共通的 共通的清代形成 它清代形成就叫SystemD 然後呢 所以這就是有趣的點 就是呢 如果我們只是看 剛才那個示意圖 你會覺得 應用程式彼此之間 是沒有 是各自獨立的 但是呢 其實來講的話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 你可以用PS3 這樣的工具 去把那個系統的這個 形成之間的 重屬關係把它匯製出來 那有趣的點就在於說呢 它其實本質上呢 這個機制呢 就是Folk Join模式的展現 只是說呢 我剛才展現的東西是 Process 形成的觀點去展現 那在執行序的展現方式 也是類似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可以去呼叫這個Pthread Pthread Create 你可以呼叫這個API 去建立新的資金序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可以幹嘛 就是也可以去做相關的這個管理啊 跟那個控制 好 然後 那今天我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這個 當初呢 這個 肯輝博士呢 他提出來這個 Folk Join模式來講 他就 他的那個論文裡面呢 還有提到一件事 他就是 他把形成 跟處理器獨立出來 那你可能會好奇啊 就是 為什麼那個 作業系統有個詞 叫Process 然後呢 有另外一個詞呢 叫做Processor 你會覺得是巧合 像我高中在讀這個恐龍書的時候 我讀那個書 就覺得說 哎呦這個是好巧啊 對不對 就是喔 處理器的名字叫Processor CPU Processor 然後那個執行單元叫Process 就好巧喔 然後說 那時候還覺得說 哎呦怎麼怎麼怎麼 大家取名怎麼撞到 所以他不是撞到 就是有意為之的 所以為什麼你要讀歷史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學歷史 因為他不是碰巧 不是撞名的嗎 他是 有意為之的 也就是說呢 可威博士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是說呢 他 你今天要發展一個多人 多工的作業系統 你要發展一個多工的作業系統 那時候 呃 勢必要有一個Obstration 這個Obstration 就是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函數關係 對沒有聽錯函數關係 數學上的函數關係 好 那所以呢 為什麼把行程叫做Process 為什麼把執行單元叫Process 就是因為他想要把 呃 把它變成 多個 多對多的映射 也就是說呢 你要記得當年呢 開發那個Maticus是什麼 是多人 多工 多處理器 所以你要知道1960年代 1964年 Maticus發展的時候呢 就是發展的是什麼 多人多工 多處理器 所以呢 那個可威博士那時候他們就在想 就是說 他要建立一個這樣的數學關係 所以他建立一個多對對映射 當然我們今天有個特化的一個情境 以Linners來講會有個特化情境 就是一個多對一的 也就是多個Process 對應到 單一的Processor 好 所以為什麼會有Process這個詞 就是因為 它就是一個函數關係 那Schedule是什麼 Schedule就是 一旦有這樣的函數關係之後 我們呢 怎麼去什麼 怎麼去把 下一個要執行的任務挑出來 好 所以他就在這樣一個數學 函數關係的基礎之上 去找出 下一個要執行的任務 好 那執行的任務的時候呢 就會考慮到什麼 公平性 就是說我今天要挑選 我不可能永遠只挑 我最喜歡的 好 我要確保說 所有有效的Process 都有機會被挑到 好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Failness 就公平性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今天講這些議題的時候呢 這些函數關係的對應呢 其實後來呢 後來的Unis 後來Linus 繼續繼承這個相關的概念 休息一下 休息到 兩棟 休息一下兩棟 剛剛有同學問到一個有趣問題啊 就是說那個 上個事件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 稍後會有一個講座 就是針對今年的課程 然後會有一個說明會 也是線上的 然後事後有錄影 那你可以對照 然後當然你已經在工作的話 策略很重要啦 就是不要盲目的學啊 就是 就是你要想清楚 你現在欠缺什麼 就是 就是千萬不要盲目的學習啊 就是 太多的盲目的讀書啊 那那是一回事啊 學生階段盲目讀書是 不知道自己要幹嘛的 然後就盲目讀書 就盲目選客 是很危險啊 然後 你在工作之後 那個成本就更高了 自己雙看 真金白銀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策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好继续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 Process跟Processor的对应 然后 这个 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 还有一个叫Conway Slow 这个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 这个他在空军服役的故事 这个好 然后呢注意到就是说呢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数学对应的关系 那其实刚才那个 那两位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 他们的书里面呢 其实有把这个概念再把它翻光大 然后其中就提到一个东西叫 Illusion 就是一个 就是幻觉 所以Process 作为一个数学 就Process跟 作为一个数学上 对应到Processor的数学关系 就是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这样的Illusion 然后有一句话叫做 有一个格言嘛 就是说什么 时间是一个幻觉 Time is Illusion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 Lunch Time Double Soul 对吧 就是什么 这就是那个 时间呢是一个幻觉 然后呢 午餐时间呢 更是这样 对不对 你肚子饿的时候 肚子饿的时候 那个就觉得过好久 对不对 尤其那个上课对不对 什么时候要放饭啊 对不对 或者你去当病的时候 对不对 我肚子好饿啊 对不对 这个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叫我去打饭啊 对不对 类似种 好 然后呢 这个作为系统呢 在分辞多工的观点 就是创造一个这样的Illusion 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 其实很多 很多东西呢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验 就很多东西就绕了一大圈 像我当初呢 就是 我当初为什么要学Linus 是 大概 大概96年吧 1996年 我那时候还想要在高中 弄科展 其实我那时候 弄科展也是 我觉得出发点不健康啊 那时候 就是 就是 科展可以 如果办得好 可以保送学校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啊 对吗 我不是为了什么 不是什么很健康的事情 我就是为了想要保送 好 因为我看到好几个学长保送 我就想要试试看科展 这个保送的方法 好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 告诉自己我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 因为去年的刚好学长 在我前一年台中一中的学长 他有参加NASA的科展 他的科展 就是获得NASA的竞赛 然后他保送了交通大学 然后他的题目就是作业系统 那我就觉得说 去年有学长这样子保送 那我也来做作业系统 所以我就 我也开发作业系统 那开发作业系统的时候 就学习Linus 然后那时候就很拙劣的 就是我那时候学Linus 不是为了什么兴趣 就是一个很坏的动机 就是我想要保送 然后我就想要开发一个作业系统 天真以为开发一个作业系统 会被脱颖而出 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你看现在科展 题目都很深奥 就是什么 用类神经网络 然后侦测癌症 或者是什么 小孩的什么行为模式的发展 然后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Deep learning 然后预测人的那个 新智年龄变化之类之类 就是要做得很神秘 或是用那个Blockchain 解决人类饥饿问题 就是要做得 没有胡乱你自己去看 就现在这个题目 就真的是这么神奇的 你不能说 我要开发一个作业系统核心 放心 这个连路旋都不会有 但是我那时候就天真 所以我那时候就搞了一个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学习Linus 去 去 东斯笑评 因为那时候Linus的规模 还不算太大 那Linus那时候规模就是 就是那时候Linus 已经几十万行了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五十万行 这个规模 但是因为真的要看的程式码 大概还是大概一万多行 所以对我来讲 还是有机会做出来 那时候就是东斯笑评 就做了这个作业系统 所以我高中 其实就做一个 很简单的作业系统 在 没有很充分了解 没有很充分了解 作业系统概念的时候 我就做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作业系统 那甚至我那时候还有去开发 就是 就是 那时候还看另外一本书 就是那个 胡竹孙教授 他的那个 跟他的研究生 银焉陶 先生发展的 就是那个 他就是叫 Town Townis 那就是有另外一本书 叫做 即时多工 作业系统 就是 有本中文写的 1995年出版的 那那本书呢 就提到一个作业系统 叫Townis 然后 这个是在之后再发展 就是之后 他最后一次发布是1999年 那我后来 我把这个 照我当时高中的时候认知的 高中的时候修改这个程式 然后我后来把它更新到Github上 就是这个Townis 然后 那总之就是 我那时候高中就发展这样的一个 就 其实我高中那时候 大概就发展两套 一套是类似Linux的 一个是类似RTOS Liotan Operating System 但是那时候的 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在于说 就是东四小评 就是我的确呢 做到某些效果 像那个 切换process 然后我甚至还可以做 7-4-mutex 就是基本的做一种功能是有 但是 但是什么呢 但是呢 就是在没有搞懂 因为急救上 我就急着要做科展 所以呢 那时候就是急着 又有东西跑起来 然后呢 像那时候就急着 要把一些数据跑起来 对不对 比方说 比方说他的中断处理 然后看那些实际器 就可以做多快 诸如此类这些资讯 就是花很多时间做这些事 但是呢 后来我去参加口试的时候 口试的时候 这个教授就问说 他就问说 你知道process是什么吗 那我就很有自信的讲一大堆 process怎么做 然后这个PCB process control block 怎么做 我讲一大堆 结果教授就打断 打断说 我问你 process到底来解决什么问题 我就傻了 因为我急着跟人家讲说 什么是TCB 什么thread control block 什么是PCB process control block 什么是content switch 怎么做中断 然后怎么处理 那个IMT80中断 或者说那时候要做荧幕的显示 IMT10H 就是反正诸如此类这些 花很多时间跟那个老教授们讲细节 结果 教授们问我的一些概念问题 我是答不出来的 那当然后来你也知道 好像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 但是那一次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我发现什么 我其实就是东思笑评 我就是没有去了解这个原理 那后来我当然 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遇到这件事 其实是很生气的 对不对 其实就是我生气的点是说 你们这些教授有没有在写作业系统 然后拿一些 击巴毛的问题问我 这当下真的是很生气 对不对 就我都已经把作业系统做出来 我都已经跑起来 而且某些数据显示 我在特定功能 比较connet speech的成本比liners低 就是我那时候很得意这件事 高中的时候很得意这件事 然后呢 被这些教授们教习 也没门 就是被两个教授教习 后来当他们的同事 然后总之就是说呢 就是后来我终于了解到 因为呢 出发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 这个问题在什么 Process 它作为一个执行单元 它是不是最小执行单元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讲 Process跟Thread的执行关联 就当初liners在发展的时候 是没有Thread的概念 一直到liners发展 发展了十年 整整十年之后 才有NPTL 也就是说 才有真正的一个什么 真正的PathicThread的资源 在那之前 liners的Thread是一个 很迂回 很奇怪的方式存在的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我刚才讲的 数学的 数学函数的关系 就是 你这样的一个illusion 你怎么去见出来 然后呢 当初liners这样做 有什么影响 然后NPTL 发展之后呢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行为 又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这个数学是 有 这上面有 就是问到这个数学是 就是肯威 肯威的论文 就 你可以去参照 下面有写吧 我没有写清楚 就是 就是 这个 就是你可以搭配看这篇 那这篇就可以看到 肯威的那篇论文 他就提到论文 我那时候 实作呢 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 他明明你看 这个是一个什么 1963年就发展的论文 其实把这些 很关键的概念都提出来 那所以呢 我当初应该 至少要把这种经典论文看过 然后把这个像Folk 然后或者把一些 基本的那个资讯单位 把它想清楚 而不是急着去 东施校评 这是我当时高中的时候 高中跟大学 升大学的时候 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 就是 就是太急着去做东西 然后后来呢 也 也因为这些教授们的指导 让我重新去思考 就是去要想 其实这些教授 没有教我怎么写程式 所以 所以那时候 其实有些教授是看不上的 就觉得 没在写程式的教授 跟我讲这些东西 其实对 就是当下真的是很生气 那后来真的想懂 其实很多东西 它是 它是有很多 是有相互关联的 而且 关键就是说 你能不能一个 自成其 就是自圆其说的一个 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你不见得是说 一定要创造一个 什么非常伟大概念 但是你能不能从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向外延伸出去 那所以这本 像这本书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就是 把刚才讲的 Virtualization 它不是讲 那个 Always virtualization 那种题目 是把 像那个process管理 schedule 把它 归类成 Virtualization 再接着下一个部分 然后下一个地方 这边下一个地方就讲到 这个Monolithic kernel 跟那个 Micro kernel 看到这两个 最后这两个词 就是人们很容易搞混的 尤其它的翻译 最后就是 Michael kernel 跟Monolithic kernel 是相对的词 然后呢 Monolithic 抱歉 Michael kernel的常见的翻译 会把它翻译什么 叫做维核心 维核心 维 它是这个 维核心 就常见的翻译叫维核心 然后呢 因为它是 它是什么 它是相对概念 就是Michael kernel 把它翻译成维核心 或者对岸 把它翻译成维内核 那这时候就遇到一个悲剧 就是因为 因为就很多 遇到那个 相对概念 所以你看 我们台湾把它翻译成维核心 对岸把它翻译成维内核 其实都是 合理的翻译 然后呢 遇到Monolithic kernel的时候呢 就有人把它翻译成 就是把它翻译成 那个 很奇怪的词 所以有人把它翻译成 什么维核心 维大核心 或者把它翻译成大核心 注意到 这就是错了翻译 Monolithic这个词 的重点是什么 不是大 也不是聚 对不对 聚跟大 其实是同一词 对不对 这两个翻译都是错的 Monolithic在意东西 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像澳洲 对不对 澳洲不是有一块巨石 对不对 就是它的那个石头呢 重点不是它石头非常大 而是它是一整块 也就是说呢 我们人为 当然可以说呢 用那个人类力量 把很多个石头 把它拼凑起来 变成拼凑一个 做一个超级大的建筑 像101大楼 或是一个什么双子星大楼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超级大的大楼 也许这个最终会比澳洲那个巨石的体积来的大 也许 但是 它是不是一整体的 它显然不是一整体的吧 对不对 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它是好多个不同零件 装起来的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们讲那个 那整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澳洲那个巨 那个那个 那个那块 Morritic的那个 Lock的重点是什么 它在产生的过程中 可能是火山爆发 然后呢 它是这样 慢慢的 今年累月的 慢慢冷却 它变成一个平台 变成一整块 所以Morritic 它如果你真的要翻译的话 你把它应该翻是什么 叫做一体性的 就是它是一个一整体的 一整体的概念 那反过来说 Michael Kano的着重点 不是它小 而是呢 它把很多 作为系统关键的一个操作 陆续把它搬出去 也就是说你看到 Morritic Kano来讲话呢 你在Kano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呢 Kano会做排程 Kano会做Device Driver Kano会做档案系统 然后应用程式呢 就是存取 透过系统呼叫的界面 存取到Kano的服务 所以Morritic Kano 就是Kano会提供 一整体的概念 一整体的一个操作 一整体的服务 但是在Michael Kano来讲话呢 你想到这个Device Driver 你想到Fire System 会搬出去 搬到User Space去 为什么要讲User Mode跟Kano 这是责任归属问题 那所以呢 在Morritic Kano 像Lins Kano这样的 Morritic Kano的时候呢 就是User Space呢 它只能 要求去存取 特定的 核心的服务 但是呢 对于核心服务 内部怎么实作 无法顾问 反过来说呢 在Michael Kano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呢 档案系统 或是网路那些Driver 是很容易犯错的 很容易扩充的 那把它放在Kano里面呢 就会限制它发展 就像前面讲的那个什么 Tax Web Server 或是KHTBD 就跟Kano绑在一起 就是很容易限制发展 所以呢 那个Michael Kano想法就是 我把很多经典的东西搬出去 搬出去去运作 那我有个讲座呢 就专门讲这个部分 就是叫做这个 潜谈Michael Kano设计 跟真实世界的应用 然后呢 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就可以看到 以这个示意图 左边呢 是Morritic Kano 右边是Michael Kano 然后你看到 以这个 系统的观点是这样 这个Michael Kano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很多很多关键服务呢 搬出去到Kano以外 所以在这个 在Michael Kano想法就是说呢 档案系统啊 Devite Driver 它陆续在user space执行 那这样最大好处就是说呢 一旦这些server 或是service 一旦它crash Kano不会因为它crash 那因为我只要在user space 重启就好 反之呢 如果档案系统 如果说那些Devite Driver 都执行在Kano space 一旦这里面存在一个漏洞 一旦持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这样 就整个Kano就可能crash 会陷入一个不可知的状态 诶 在家庭之下呢 你会觉得说 诶 好像右边比较好 对不对 你会觉得右边好像比较稳定 事实上当年呢 1992年的时候吧 那时候 那个Linus Tawaz 跟那个 Andrew Tillerman 就Minix Minix的作者 他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Devite Linus Tawaz 有个Devite 就他们有个争论 然后这个 Tinerman Tawaz Devite 那注意到那个 Tinerman教授已经退休了 然后就是 但是Linus Tawaz 其实呢 某些角度来讲 他真的还蛮有心机的 就是说呢 你看到 大部分人开发一个作业系统 然后开发出来了 当时没有GitHub 就是我讲1991年 那个年代没有GitHub 所以不是说 开发一个作业系统 开发一个专案 公租 公租于世 发布在GitHub上 那当时的那个 Linus Tawaz呢 发表 Linus科统是在哪里发表 是在Minix发表的 就Linus的论坛里面发表的 就是某个角度 他其实 对不对 其实很有心机 为什么 因为 Minix那时候的主要用途 就是当初 Andrew Tillerman教授 发展Minix 是为了什么 教书 就是他教作业系统 那他就说一种就觉得说 哎呦 那个如果要 要花很大钱 因为那时候 Unix的授权费是多少钱 2万美元 就license fee 2万美元 一个学校 要去license 2万美元 很贵对不对 不是贵 极贵无比 你要知道 1990代 80代90代 2万美元 今天是多少钱 就是很高昂的数字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 Andrew Tillerman 就决定了什么 照他说法 照他说法是 他是什么 下课回家的时候 下课回家 在吃晚晚餐 在家 用自己的时间 用自己的休闲时间 把Minix作业系统写出来 真的是很惬意 对不对 这个 我总觉得说 我们就是该这样子 对不对 好 所以 Minix当初 就是Andrew Tillerman 为了教书 开发的作业系统 然后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 因为他完全不依赖 现有的Minix 现有的Unix的程式码 所以他就不用去缴那2万美元的授权费 但是呢 Minix的优点是他的缺点 因为他当初用途就是做教学 虽然可以免费流通 就是你只要去买Andrew Tillerman的书 就 叫做书 它里面就有个怪光碟 就是Minix 然后呢 Linux Kernel呢 发展过程中 的确有受到Minix的启发 最简单的证明就是 第一版的Unix 他的党案系统用什么 就是用Minix的党案系统 然后但是呢 大部分的程式码 其实除了党案系统的以外 其他程式码 其实都是Linux Toas开发的 但是Linux Toas在发展 Linux的时候 包含那些讯息的发布跟讨论 都是寄生在Minix上 所以将近比心 如果你是大学教授 你写东西 然后你写一个Minix 那你很慷慨的 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跟大家分享 然后结果呢 有另外一个 你看就是有 来自一个什么 来自一个数位谋面的一个学生 他发展一个玩具 然后使用你的论坛 发表 你将近比心 你会不会觉得很不爽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当初那个Tinerman教授 就是跟那个 跟Toros 有点花精介性 当然不是那么严格 就是争论说 这个什么 他当时他有很重要的说法 就是什么 说那个Michael Connell Minix是Michael Connell的想法 会比Mondelic Connell来得好 然后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里面还讲一句话 他就说呢 他就说Linux is obsolete 就是Linux 过时了若无啦 而且你要知道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呢 Michael Connell 那个是芳心为爱的 那个时代呢 你要知道 那个时代是太神奇了 就是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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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微软 我怎么没有 写到另外一页 好吧 这个东西就讨厌 好 就是说呢 你看到这个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微软研究院 然后跟那个 Apple 就是这两 就是Microsoft开发的作业系统 Windows 跟Apple开发的MacOS 当然 是今天来讲 非常什么 非常优秀的实作 对吧 这个无庸置疑 但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们的这个引导 他们做开发的这个主管 其实他们有共同源头 这个源头就是来自Mark 然后Mark是在哪里发展的 就在卡内金敏农大学 CMU发展的 也就是说呢 当年呢 那个1980年代呢 美国的这个CMU发展 那个Michael Kernel的时候呢 其实是引领时代的 这个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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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引领时代 那也就是说 人们呢 一直在想的事情呢 很简单 就觉得说呢 应该什么 应该就是想右边这样子 把这个 把很多东西呢 搬出去的 把这个 复杂 有可能会出现错误的东西 把它搬出去到Kernel 让Kernel变得非常的可靠 所以像甚至后来那个Mini X 在广告自己的时候呢 就是Mini X 就是Mini X 3的时候呢 他就叫什么 他就叫 Reliable 他就说叫什么 叫 Reliberty 就讲说 他的论文 标题就直接写这个 就是说呢 一个什么 高度可靠的一个什么 高度可靠的 Sale Repairing 可以自己维修自己的一个作业系统 那时候 一个作业系统 高度可靠 可以自己维修 号称不会坏的作业系统 为什么没人用呢 其实有人用 只是用的地方比较奇怪 Mini X 谁在用 Intel在用 你说Intel用在哪里 Intel用在很奇怪的地方 有个东西叫Intel NE 那里面用的跑的就是Mini X 然后但是很神奇的地方是 Andre Tillerman 作为Mini X的主要作者 他甚至不知道Intel用了 然后呢 你可以去查 这个 他的用法 不是很光彩 所以我就不解释 那游戏就可以自己查 好 然后总之呢 就是说呢 在1980年代开始 人们就觉得Mini X 是未来 所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就是 是觉得对Mini X 有很大一大期待 好 但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你大概猜得出来 但是这件事呢 其实最后 Mini X 它没有获得 巨大的成功 好 就是 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很有趣 就是说呢 好 再来看 就是呢 Mark Michael Kernel 把 1980年代以前的 其他作业系统 的想法都把它丢掉 它就是去无存清的方法 去开发 只留下最有 有用的部分 那其他地方都就 陆续搬了user space 然后做一个server去存在 然后Kernel的 负答度降低了 对不对 然后Debug呢 Debug就可以专心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Kernel 好 那有个数据叫TCB TCB叫做 不是Stray Control Block 就是叫做 Trusty Computing Base 就什么呢 就是说 一个系统里面呢 最最最 最最最需要被信任的地方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需要一个根基 那这根基呢 往往就是从作业系统开始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作业系统越庞大 你要让它变成一个 TCB就越难 反之呢 你的作业系统的核心 越小 越精简 你的TCB 越有机会被 被确认 对吧 就像那 做call review 对吧 你要call review 一段10行的程式码 跟一段 1万行程式码 当然是10行的程式码 容易做call review 那10行程式码 越容易找出问题 好 那所以呢 麦克克罗真正问题 出在哪里 我们就要去开始想 为什么他没有获得 当初 设想的巨大成功 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性能 就是他的那个性能问题 就是 这边就可以去揭露 揭露出这个 当初的问题 就是 当初的那个Mark 麦克克罗他的那个 又很严重的那个性能 就是有 魔女儿 魔女儿跑来找我 好 就是当初呢 Mark 麦克克罗 就被探讨出呢 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他的那个 某些关键操作IPC IPC是什么 就是 SERVER跟SERVER之间通讯 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 Mark 麦克罗呢 他虽然 看起来很多东西 很美好 但是呢 他的性能 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所以呢 有一段时间 到1990代中期的时候呢 其实人们对 麦克克罗的那个 兴趣就削减了 所以其实 陆续很多人都退出了 包括IBM在内就退出了 但是呢 有一个 我们就这时候 就要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当 很多人都退出了 包括说像那个 Apple啦 Microsoft Research 他们在 麦克克罗的兴趣 慢慢削减了 甚至你看 Windows NT 一开始开发 就是什么 就是麦克克罗的设计 但是后来呢 现在真正的Windows 就不是麦克克罗 然后当年的那个 MacOS 其实当初想法也是 麦克克罗 但是现在来讲 他也不是麦克克罗 然后 那这边我们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呢 是什么 Yohann Liedeck 就是讲那个 L4 L4 Yohann Liedeck博士 Yohann Lie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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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d 所以他後來證實什麼 就是麥克克納的效能低落問題 其實是什麼 是實作的方式 他用不同方式去實作麥克克納 他提出第二代麥克克納叫L4 那L4之前的名字就是L3 那為什麼叫L 因為他的德語的last name就是L開通 所以他用自己命名就是L3L4 L3跟L4是有公開的 所以更早之前也許L2或L1 那就沒有公佈 然後值得注意當時說 這個就是L4 他就是第二代麥克克納 他就把這個 就是持續的去 做變革 那L4最成功的應用是在哪裡 就是用在手機裡面 只要是高通的QuarkCon QuarkCon的手機裡面 其實都有L4麥克克納的存在 好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但是顯然Linus不是走這條路 所以其實某個角度來想 你可以看說Linus Linus Tuas的眼光很有趣 就是當人們都還在那個 陷入那麥克克納的浪潮的時候 Linus Tuas就跟Tinermann教授對抗 那個裡面很精彩 其實不是Linus很火爆 其實是Tinermann教授 畢竟霸佔在那個MiniX論壇那麼久 其實就是有點像 下一個祖克令 但是你看 其實當時你看 主流的學界 產業界 都是朝Michael Connell 甚至 Apple在那個年代 他還開發一個叫什麼 叫MK Linus MK Linus是什麼鬼呢 他就叫做Michael Connell Linus 對你看 Michael Connell Linus 就是什麼 他把 Apple看到 Apple那個年代還做一個很狂事情 把Linus把它搬到什麼 一個Michael Connell之上 就是那個年代 能不能對Michael Connell是很痴迷的 覺得說Michael Connell就是未來 但是你看 Linus Tuas都點得住這些學者 這些產業的調侃 就是某個角度真的是很有眼光 好 然後這邊就有講到一些 就是Linus的設計 他就是很多東西很便扭 好 然後 早期Linus 他是以Process為主 我講的早期就是前十年 就是以Linus為主 以Linus Threat為主 講錯了 以Linus Process為主 犧牲了Threat的效能 然後甚至在2005年 Microsoft有一篇論文 這篇論文 你可以點進去看 就是講這個 當然主要是要推Microsoft Research 那個Security 這個專 但是他就比較早期的 在那個年代的Linus 其實Linus 當那個年代 他的Threat 他的IPC效能就很 就不是那麼 就是不好 但是呢 現在的Linus 已經不是其他的安謀 所以請注意到 你在網上看到很多報告 八人是一篇報告 這篇報告有點賊 就是他是2005年發表的 但是 他講的東西是更早之前 是NBT之前的東西 所以有點賊 就是那個 就是 對 就是 好 那不過後來 Microsoft也成為 Linus Kernel的貢獻者 對你沒有聽錯 Microsoft是 這個 前25大的 Linus Kernel 貢獻者 好 所以我們今天 簡單回顧那個 我們再來回顧的 Mondrith 跟Michael Kernel 他就是一個風格 他就是一個設計上的 一個選擇 其實沒有絕對的 優跟劣 而且更有趣的 是講什麼呢 看起來 Michael Kernel 你看 在80代 90代 獲得巨大的吹捧 巨大的一個 關注 但是現在講到 人們回歸到本質 什麼本質 就是人們之所以 需要作業雄 是需要一個 更好的方式 去管理系統 需要一個 更有效的方式 去讓上面 應用程式 讓它上面的 各式各樣的服務 能夠被人們 廣泛接受 對不對 然後人們 使用作業雄 更多的時候 是 讓這些 有趣的事情發生 就是 科目本身 不該是有趣的 那真的有趣的 應該是在什麼 在 就是 要有一個 很紮實 很 很好的根基上 把各式各樣有趣的 應用 發出來 2001年的時候 Linus Twas 在那個 論壇上 他有 就是Linus 叫郵件論壇 叫Linus Kernel Mail List LKML 就講過一件事 就是 Kernel應該保持 是穩定 真的有趣的地方 應該都是發生在 User Space 好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 是什麼呢 當我們在講 講Linus Kernel的時候 其實呢 就會有一個 我們講Modic Kernel 跟Michael Kernel的時候 你很容易陷入那種分類 我想大家在讀 孔書啊 這種時候 就會很容易就陷入那種分類論 對不對 分類論 分類論 那但是這邊呢 我們就要講到一些 一些概念 就在這個 在這邊 就講到這個Modic Kernel 你看 這邊有一頁 唯言大義 對不對 就是Modic Kernel Can be Modular 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詞很關鍵 另外他提到一個叫什麼 Hybrid Kernel 好 那我們這邊就 放在這邊 一併做 做解說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對照看 看這個 我們的講座 講這個Process 講這個 怎麼去Linus Kernel 怎麼 怎麼 Cernel模組 怎麼運作 那底下有一些實驗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次的講座 其實相當是 為其他的這個 相關講座 做一個導讀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來講 這個Linus Twas 這個 還接著我們剛剛講 NK Linux 對吧 哎呀 這個雅虎把他關掉 這個太有趣的故事了 這個NK Linux 就是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NK Linux 當初呢 這個Apple Apple呢 他把這個Linus 把移植到Mark Michael Kernel 之上 做一個Server 當初為什麼有 這樣的一個用途呢 是因為這樣說 當初那個 在Steve Jobs 回歸Apple之前 對不對 你應該知道吧 在1980年代 Steve Jobs 被他一手創立的 Apple的董事會 赶出去 那所以 那個Steve Jobs 被赶出去之後呢 他就 就創立了兩家公司 一個叫 Nest 最大的鞋盤 就是那個N-E-X-T 那另外一個 他也花了七百萬的 買下什麼 買下皮克斯 對 好 然後所以呢 他在這個 所以今天我們 我們今天看到的Apple 一直到今天都還有留著 這兩家公司 就是Nest 跟那個皮克斯的 那個什麼 的血液跟元素在裡面 1990年 1990年的時候 抱歉 抱歉 Personality 我為什麼 我找不到 到底錯在哪裡啊 為什麼找不到 我該辦法刪掉了 算了 就是說有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 我們直接看這個 就是說在Maiu Kano的想法就是這樣 因為它是讓Kano變得很精簡 然後呢 其他的元件 他就會 儘量是做在user space 然後呢 這個Personality 它就是那個 字面上那個字 就是那個人格 多重人格 就是講這個Personality 然後呢 Maiu Kano 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說 其實我在這次上 我在Maiu Kano之上 我可以有 我可以有一個Server 是執行Linus 就是 提供Linus的API 那我甚至可以提供Windows的Personality 所以注意到 其實這個詞呢 它一點都不是一個什麼神奇的字 我們把一些 乍看好像沒什麼觀點的 OS2 Windows 然後再加一個Personality 然後呢 你就發現什麼呢 你看 這個不是這個 有這個字 找個示意圖 然後 還要再加一個Maiu Kano 就是那個年代 就大家對Maiu Kano就很痴迷 就是說呢 那個年代 真的是一種很有趣的痴迷 就是說呢 它有一個叫OS2 OS2的 可能叫什麼 把OS2拿掉 哦 對 像這種 就是說在那個年代 就是很痴迷 像Windows NT New Technology 就是說它痴迷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呢 它在上面呢 Maiu Kano提供的最基本 最關鍵的元素之後呢 這上面呢 可以執行OS2的程式 可以執行Party的程式 Units的程式 可以執行Windows的程式 這上面呢 我們都把它叫做Personality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人格 然後所以呢 當初呢 這個Apple呢 為什麼要投入叫MK Linus 這個MK是講Maiu Kano Linus 就是希望呢 在這邊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Linus Personality 所以就可以在Apple的系統上 執行Linus程式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Linus上有豐富的程式 Linus上有豐富的開發者 因為Apple那時候受人詬病的地方 就是什麼 缺乏開發者 Apple一直到今天為止 都有很多很優秀的桌面排版 就是桌面出版的系統 像那種Patchmaker 這種很優秀的出版的軟體 有一大堆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應用程式的數量 在很長一段時間 都是遠遠落後在Microsoft 直到呢 後來才有個什麼 iPhone 大家都知道 iPhone出來是什麼 就彎道超車了 就是在Desktop的世界 輸給Windows 輸的一塌糊塗 但是呢 在新的賽道 就完全把那個Microsoft 趕走的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彎道超車 那那個年代呢 對於那種Microcon的痴迷 也是在上班Personality 但是你大概也猜得出原因的 就算呢 你可以執行很多的不同的什麼 不同的程式又怎樣 你整體性能不好 還是怎樣 還是白談的 好 但是呢 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呢 不是那個Personality 但是有一部分受它的啟發 就是說呢 這邊講的 Module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Kernel Module 但是這邊Kernel Module 並不是上面的那些Microcon的Server 因為Ninus Kernel 一旦 Ninus Kernel的Module 一旦掛載到Kernel裡面 它就是Kernel的一部分了 好 所以注意到 這件事 一旦我掛載Kernel Module的時候呢 那個Module就會是Kernel一部分 好 所以它如果它壞掉 它Crash 會跟著系統一起Crash 好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到 兩兩 四動 欸 剛剛有同學提到那個Herd 你可以注意看 今年那個Herd 有一些發展 新的發展 好 Kernel Kernel 就是終於要往前走多一點 2024年 就是可以找那個最近 最近有一些新的進展 這個進展提起來有點荒謬 就是他終於要做64位元了 然後這個作業系統 因為Herd Kernel Kernel的時間 開發時間跟那個Linus Kernel的時間 大概不相上下 當年那個Kernel Kernel的策略 Lichard Stoneman的策略就是說 他要建立一個跟Unis相容 但是比Unis更好 而且重點是可以自由流通的作業系統 所以他當初就先開發一些軟體 像他自己開發的emax 先做一個很有名的 很好用的一個editor 然後吸引大家的關注 然後後來他就開發GCC 開發GDB 開發一系列工具程式 對吧 然後把這些東西建構好 然後再開始開發作業系統 但是Herd就發展遇到很大的困難 然後你看一直到最近 才整整開始做64位元 那你想想看Linus Kernel 什麼時候做64位元 Linus Kernel上個世紀 就已經在開始做64位元了 但是對不起 Herd就是到了 最近 今年才有 但也不能說難產 就還是有繼續往前走 總是我有一群開發者 他比較理想 繼續 那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這個Michael Kernel 跟那個相對的Movetic Kernel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 Linus Kernel 是存在Kernel module 但是他的掛載方式 他就會變成Kernel的一部分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 有另外一個詞彙叫Hybrid Kernel 然後如果你注意看 Hybrid Kernel的 維基百科 他就會寫出一些很有趣的詞 我們為什麼一直強調有趣呢 就是因為像Windows NT 對 剛才講的Personality 我知道我剛剛為什麼找出事 忘記加IES 對 好 曾經人們很痴迷於這件事 曾經人們很痴迷於這件事 不過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這東西呢 在90代幾乎到了最高潮 就是人們對Personality的最高潮 但是一直到今天 你想假設呢 今天有一支手機 好像這個 一支手機 假設他可以同時執行Windows程式 可以執行IOS程式 執行Android程式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好手機嗎 很可能不會 為什麼 因為呢 這些程式的品質才是關鍵 對吧 如果你一支手機上面 可以執行各式各樣的程式 但是效能極差無比 而且相容性很差 那彼此之間他沒有共同點 也就是說他的這個 不管是look and fear 他的那個視覺的樣子 使用者體驗 還有整個機體的開銷 如果他讓這個系統陷入一個 難以正常運作的話 你不會把它當做一回事 這就是所謂今天我們叫什麼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體驗 但是在90代的那個年代呢 其實人們是沒有什麼 User Experience的概念 更多時候是要什麼 要去翻身 對吧 因為就是有些公司 像那個IBM的OS2 Apple的這個 Apple的他自己的作為系統 就是他的MakeOS 都陷入巨大的應用程式缺乏 所以當時他們就一直設想說 我要能夠去銜接新的什麼 就是銜接不同的那個 Personality OS Personality 這樣我就會執行其他應用程式 所以注意到好 就是後來這些公司呢 他們後來認清事實的 就是純粹的Micro-Kernel 性能太差了 所以他們後來退化成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退化成一個叫什麼 叫Hybrid-Kernel Hybrid-Kernel的話呢 照Linus Tuvas的話講得很 他就講得很猛 他就說這個Marketing 就是這個Linus Tuvas講話真的很猛 就是他講話其實是很 很實際的 我覺得很有趣 他講話就是一個北歐人 講話很實際 但是就是 有些話就講得很猛 這個就是一個商業的說法 但是我回顧到技術面 像Apple的作業系統 Apple的作業系統名字叫什麼 叫做MakeOS 注意到他商標 MAC要小寫 然後這個OS要大寫 這個是2012年開始 他就名字就有特別去改 就有特別去強調他的那個 名字的改法 就是那個2012吧 2012 對 2016年開始 就是那個 2016 抱歉 2016年開始 就是10.12開始 就是那個名字改的 然後你看到 MakeOS是整個產品的名字叫MakeOS 那相對應的話 有什麼iOS 或是TVOS 然後呢 值得注意到是 他的作業系統本身叫做Darwin 就是那個Darwin 進化論那個Darwin 然後SNU呢 是他的Kernel名字 Kernel叫做SNU 所以我們叫做SNU Kernel 然後那個 執行的作業系統叫Darwin 然後 產品叫MakeOS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當初呢 剛剛有講過 就是當初他們都是Apple 跟Microsoft都是什麼 源自同一個來源 就是Mark Michael Kernel 就是CMU的Mark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呢 MicroKernel遇到很大的性能問題 所以在那個 MakeOS呢 可以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是MakeOS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它可以呢 它可以在開發階段用MicroKernel 那出貨的時候呢 可以Config成MonolithicKernel 正想知道 就是它可以在MicroKernel 跟MonolithicKernel之間去切換 所以最終呢 它在出貨的時候 它就變成MonolithicKernel 那所以Linus Twars 對這件事就不以為難 他就說這個就是什麼 他就說這個是一個Marketing 就說哎呀 你就是覺得自己的系統效能太差了 所以就是改成 從MicroKernel變成MonolithicKernel 但是對外又講一個HybridKernel 這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他就是 當然不代表說Linus Twars講的 就完全對啦 的確也有其他的反駁 那個Linus Twars的說法 就是說他講的太武斷了 那除了那個Mark MicroKernel以外呢 還有一個例子 這是叫做那個Zenow Fry BSD 那Zenow Fry BSD呢 要很值得特別談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很多創新 那這個Zenow Fry BSD呢 它有趣的點是這樣 它就是它最初呢 是來自FreeBSD 就是它有一個開發者 它的創辦人 它的創辦人就是叫Dion D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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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是那個FreeBSD的創辦人 Matthew Dion 然後很有趣就是說呢 它是那種就是所謂財富自由的 但是它跟一般人財富自由不同 一般財富自由可能就是 就是 哎呦老子寫城市 然後財富自由 對不對 很多人就是這樣 老子財富自由的再也不要寫城市了 然後 但它不是 它是老子我財富自由之後呢 我就是 因為不缺錢的嘛 所以我就 開發一個作業 就是覺得現有的作業都是一團糞 他就覺得 這現有作業太廢了 但是老子又不缺錢 所以我就搞一個東西叫 JingleFlyBSD 那 Matthew Dion 在創辦JingleFlyBSD之前 它是FreeBSD的開發者 就是 早期的貢獻者 那但是FreeBSD呢 後來在那個 5.0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分歧 就是5.0 為了要更好的去支援多核處理器 還有 相對於它要支援類似NVT有的架構 讓那個多執行區有更好的效能 所以那個FreeBSD5.0以後呢 那個架構大改 但是Matthew Dion就生氣 就覺得說 這些FreeBSD開發亂改 所以才生氣就搞一個東西 JingleFlyBSD 然後JingleFlyBSD 一旦 他那個 反正他不缺錢 就開始 把一些神奇東西加進來 然後呢 某個角度來講 JingleFlyBSD 就把 過去Michael Kono才有的東西 把它在什麼 硬是把Molytic的 BSD 的基礎上做出來 那其中一個叫Hummer Hummer就是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說 他是算那個 JingleFly一個很關鍵的特色 他是一個檔案系統 這個檔案系統 就是他有很高的強度 我們講的強度是講什麼 就是說 比方說這個 系統運作到一半 他可能發生什麼 發生那個 電力中斷 那電力中斷的時候呢 他就是可以確保說 就算發生電力中斷 我依舊呢 這個資料依舊怎樣 可以去降低它 回損的狀況 可以儘可能去復原 然後呢 這個Hummer 過往呢 應該是要持續在什麼 在Kernel Space 但是這個Hummer 是運作在User Space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這個 有另外一種形式的 Hybrid Kernel就是 他原本是 原本什麼 原本是Monolithic Kernel 但是他陸續把某些原件搬出去 比方說Hummer 這麼重要的檔案系統 搬出去到User Space 所以他就是 有Monolithic Kernel的風格 又有Monolithic Kernel的設計 所以注意到呢 Hybrid Kernel 它的確呢 在維基百科的確是個分類 但是 有很多人 比方說像Linert-Wass 對這些事不以為了 他覺得說 這只是一個說法 好 但是呢 就算Linert-Wass 不同意 或是對這些東西吃之以鼻 但是你要注意到 這個時代呢 也悄悄發生一個變化了 什麼變化呢 就是因為我們虛擬化 讓整個系統變得很有趣的 我們在講 前面講虛擬化的時候 我還記得剛剛有一張圖吧 對不對 就是講到有GASOS GAS 抱歉 HOST 有個什麼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然後或者 然後或者Hypervisor 對不對 就說有一個 HOST端 會有一個Hypervisor 然後呢 上面可以執行很多的GASOS 然後呢 現在有趣的地方是說呢 剛才講的GCP Google的GCP 然後那個 Yamash的EC2 或者Microsoft Azure 他們這幾個雲端的主要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都建構在這個虛擬化的基礎之上 對吧 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 然後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說呢 在這上面的GASOS 該怎麼規劃 因為在上面的GASOS呢 要做什麼事情 要去管理資源 但是他管理資源方法 其實呢 跟HOST的想的事情不同 以HOST來講的話 要想的事情是說 我要能夠驅動硬體的一些 就是要一些地外轉位 去驅動一些周邊 不管是Display 或是Networking 或是一些Storage 對吧 這是HOST端要做的事情 而且呢 盡可能要做到什麼 安全 可靠 效能高 但是呢 以GASOS來講的話呢 很多時候呢 他想的事情不是這樣 他想的事情反而是一些需求是什麼 是說 我能不能快速去重啟一個服務 重啟服務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呢 像我們在上面來講的話 可能會重啟 或是建立一個Instant 越快越好 對吧 像你如果說你今天在那個EC2 然後你要建立一個Instant 只要花你差點時間 或是說你要有把自己的服務Scale out出去 就是把這個 把自己的服務擴展 你要加開很多不同的伺服器的時候 如果加開伺服器這個操作 要花很多時間 很可能會上市客戶了 而且如果建立一個Virtual Machine的Instant 如果要很大代價 是不是你整體的資源的開銷就大 那你能夠賺的錢就變少 對吧 你同樣硬體 跟競爭對手拿來的一樣硬體 但是你能服務的客戶 因為你系統資源吃的比較大嘛 所以你能夠資源的客戶總量就變少了 你當然貨益就下降了 所以現在有個很有趣的一個觀點是什麼 就是呢 開始把這個Virtual Machine 但是這個Virtual Machine 是針對什麼 是真的跑在GAS always的 好 那這邊講話呢 就有個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大部分的這個雲端服務呢 就只有什麼 就是有網路啊 儲存啊 那你其他像什麼鍵盤滑鼠啊 這些東西其實完全不需要 那為什麼要去模擬一個完整的環境呢 對吧 這是完全不需要的 好 所以在這邊來講 像AWS的Firecracker 就是英文的意思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不是鞭炮那種 就是那個 那個字叫什麼 突然忘記那叫什麼鬼啊 就是 不是鞭炮啦 應該有個比較好聽的字叫什麼 就可以 有點丟臉了 到底叫什麼字 爆竹鞭炮 好 好啦 就放煙火啦 好 煙火 好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Firecracker呢 可能是這裡面最有名的例子 這Firecracker做什麼事呢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架構示意圖 架構示意圖 所以你看現在有點有趣的現象 過去開發作業系統呢 可能是像這個Microsoft這樣的一個 專門的軟體供應商 但現在開發作業系統呢 很可能就是一個服務供應商 包三包還什麼都做 好 像Firecracker的話呢 它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呢 我現在有個host的kernel 比方說一個linux 然後呢 它讓這個 你看喔 這邊很厚對不對 就是很厚一層 然後很複雜一層 但是它GasOS就很輕 很輕量 所以我可以很快去建立 因為我剛好就是需要什麼 network storage 還有什麼 很基本的computing 而且computing還要限定什麼 限定那個 限定資源 就是客戶付的錢多 我就給它多一點資源 客戶付的錢就少 我就給它少的資源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 是資源多更少 然後重點是什麼 它就可以很快的去啟動 好 那這樣的東西呢 在AW的說法 就是叫MicroBN 好 那所以呢 這整個東西聽起來對不對 是很棒對不對 好 然後但是呢 請問怎麼管理 你今天管理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機器 那怎麼管理 這就很大大的學問 所以像那個Firecracker 除了這個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Virtualization本身 是有open source的 那這個管理本身 管理當然就是 就是AWS的自己的know-how 就是它的一個獨到之處 那它現在用的用途就是相當爛打 這幾個這個關鍵服務 其實它背後建立就是 MicroBN 那像爛打的話 你可能知道它的用法 就是 它就是因應那個 所謂的Micro Service 就是希望說 我今天 我今天建一個服務 比方說這個 訂票 或是搶票 對不對 應該在春節 那邊要搶票 然後呢就是 連線進來 我趕快 趕快去 趕快有個補手 把這個連線接下來 然後趕快決定說 這個接下來的球 要傳給誰 對不對 就是補手 趕快接下來 所以它上面很多 Virtual Machine 那個MicroVM 趕快建立這樣的一個instance 很快把那個連線接起來 那接了之後呢 我要轉給資料庫 我會轉給其他的server 或是我要決定要把這個封包丟回去 跟他說 這個東西 時間還沒到啦 或是說 下次請早 對不對 你今天要看那個江蕙的演唱 下次請早 你今天要看那個王力宏 王力宏 王力宏復出了 你知道 你知道嗎 王力宏 王力宏 在那個去年 去年就復出了 去年那個 這個 我一直都有在看他的那個 看他的那個 看他的那個 維基百科 你看他最近復出了有沒有 2023年 2023 你看 在拉斯維加斯辦演唱會 然後 2023 1月 那你看 就是說 今天就看到王力宏 你滾蛋了 對不對 有些人討厭王力宏 對不對 看到這種 有這種要求把他趕中 好 所以注意到 這邊的MicroVM 他的概念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的管理 是一個另外的挑戰 所以在這邊還有一些議題 那這邊你可以搭配看這個演講 這個演講很短 就是15分鐘一個light and talk 但是 可以給你很大啟發 那他是那個 蘇西的那個 蘇西的那個 工程師跟他講 就是說 MicroVM 好 有另外一個方向 叫做 Uni-Kerno Uni-Kerno Uni-Kerno是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他的想法就是說 他底層 比方說他有個hypervisor 就跟 如果畫圖的話 跟上面圖是很像的 所以我們來講猜 我們就不看圖了 Uni-Kerno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我今天去建立一個 虛擬化技術 然後 這個虛擬化技術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他的MicroVM 抱歉 上面講的是MicroVM 對不對 我把很多服務 拆成小的部分 讓這上面的Gas 很快可以啟動 對不對 指出實話 該有的東西 然後呢 然後可以依據他的這個需求 去限定他的這個 不同的額度 那Uni-Kerno做了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呢 他去限縮的整個作業系統 只能有一個process 也就是說 今天Uni-Kerno 上面的那個作業系統 是一個特製的作業系統 他並不是跑Linus 就他底層可以跑Linus 但是他上面不是跑Linus 他是跑一個很特別的作業系統 那這個作業系統呢 他可能專門跑資料庫 專門跑Web Server 然後呢 也意味著說呢 其實我們是不能把Folk 其他process 那這樣的話呢 對於安全是有很大的提升 因為Folk是會出很多問題 那如果你對這個東西沒有概念的話 你可以去看前面的講座 有專門講這個Linus核心設計 講那個process 然後呢 也因為他沒有Folk吧 所以他的系統就很單純 就是 我就是一個專門做資料庫 專門做Web Server 然後呢 他的定子空間也變得很單純 因為他就是 就是 你就想他 他就 他就不用做什麼 Curnal Space跟User Space 起玩 不需要 他就是同一個Edge Space 然後呢 他就是一個 獨立的一個環境 那這樣的話 在學術界我們把這個東西叫Library Library Always 所以那這個東西你會覺得好像很難懂對不對 那但是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很早期的時候就有了 這個東西呢 在 上個世紀末 就存在 叫做Library Always 這個 那個時候最有名的例子呢 叫做 就是 19 1999年 的那個 Library Always的話 最有名的案例叫 Astrokernel Astrokernel 就是1999年的時候 MIT發展了 我那時候 我高中的科展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要做類似這種題目 就是 Anyway 就是 還好還好沒做 因為那個 你懂了 那個 我總不能 高中我總不能說 這東西過了20年 就會成為顯學 對不對 總不能這樣講 對不對 一定會被質疑說 開發追求什麼意義啊 為什麼不要去改進聽這時 為什麼 就是一定那種題目對不對 但是還好那個時候 高中的時候還是 老師還是覺得說 開發追求是 不錯的練習 雖然可能老師不鼓勵 但是還不至於 說 開發追求什麼意義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做人工智慧 對不對 還好我現在 還好我現在不是高中生 要是我看到這種題目 對不對 被老師們直接打槍 我真的是 就會很困惑 對不對 不過如果你是高中生 然後你想要開發 他作業系統 還是歡迎來找我 就是我們最近會發佈一個 叫這個 我們最近會發佈一個 作業系統 就是叫 媽祖 媽祖作業系統 這東西你可能 四年前有聽過 三年前四年前講過 好 那我們今年終於要發佈了 因為去年發生一些事情 就是去年 被那個國防部 被那個國家 找去幫忙 好 不過今年終於 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就是我們今年會 嘗試做一件事 就是 反圖歸真 就是 重新走過 Linus Toads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開發一個 幾千行的作業系統 但是剛好呢 做出你想要的東西 剛好呢 可以有Process 剛好呢 會有 能夠上網 注意到這個東西是可以上網的 就算幾千行也可以上網 然後呢 他剛好可以存取 IO 重點是他程式码好多 某些地方他有UNIS的 就是 UNIS的風格 那你可以看到一點點Linus的影子 可以看到一點點的MiniX的影子 然後呢 我就希望有這樣的一個作業系統 那如果說你要拿來當科展 可能不行 因為可能要加一些AI 你可能要加一些媽祖 加上AI 再加UNIS 對吧 好 Anyway就是說呢 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剛才講這個Astrokernel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Library OS 就是他就只拿來做什麼 只拿來做一個 呃 這看得很亂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特化的一個 的系統 就是以前呢 作業系統他是拿來做 做什麼事 做多輪 多工 多核處理器 對吧 就是Maticus當初的利益目標 或是CTSS 他是一個多 多工 多工的這個 就是 分時多工的這個作業系統 但是呢 那Library OS呢 就走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他把特化 他把一個應用程式 把一個特定的一個服務 特化成一個作業系統 所以以前呢 都是什麼 以前都是一個 呃 作業系統上面執行很多程式 那現在在Astrokernel呢 他或是說那個Library OS 做的事情就是 程式本身就變成一個什麼 就變成一個 特製的一個作業系統 那這樣好處呢 來講話呢 他有機會得到一個非常高的一個 速度 他有機會得到一個非常低的一個latency 當然缺點就是 你會付出相容器的代價 然後這邊的話 有一個實作呢 就是有一家公司叫NATO VS 這家公司很酷 就是你 你沒有聽過是正常的 但是呢 你給你看一下他的客戶就知道 他的客戶很狂 他的客戶有沒有 第一個客戶是誰 在美國空軍 這個US Air Force 然後 所以你沒聽過是正常的 因為他就真的奇怪 就是一個特化的 然後你看他的一個好處是說呢 他的有機會呢 是在GCP有辦法得到執行程式 因為他是刻畫的一個 就可以在兩倍的性能 然後在AWS上呢 可以有三倍的性能表現 然後當然他的情境是比較特別的 所以他就會看那種所謂的Micro Service 那種 這種比較特別的一個情境 那或者說一些Edge Computing 就是我們希望 可能像這個 你就想我今天有可能有個數媒拍 然後我希望善用數媒拍所有的能力 來做可能做一個什麼AI的推理模型 也就是說 training可能是在NVIDIA GPU做完 那但是那個training完的資料呢 他就跑在數媒拍 剛好可以跑到數媒拍 而且就是 或者是有一個什麼 可能一個5G的一個節點 然後就專門特化 那這個throughput很關鍵 所以就是在同樣的那個功耗上面 在同樣的功耗的前提下 我們想要得到什麼 更高的throughput 所以這個就是在這個 這個這個 UNIQLO在做的事情 所以這兩者是不同的 NanoVN呢 在意的地方是呢 我今天呢 是一個很小 剛好可以很快的去啟動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GAS GAS的環境 但是他可能還是跑丁了死 然後只是說讓這個東西 就是裡面很快的去載入 然後呢 他還是可能執行多個process 然後就是 或是不同 把很多不同的服務載起來 那UNIQLO就是把服務變成一個 作業系統的一個服務 就是把應用程式或是資料庫 把它轉換成一個專屬的作業系統 然後另外一種模式呢 叫做container sandbox 那container sandbox呢 就是說呢 它可以提升這個container的安全性 因為在container來講 是屬於叫做作業系統層級的一個 一個虛擬化 那這個 這樣的方式呢 其實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比方說 系統的那個 因為作業系統的kernel是一套 所以它是一套作業系統kernel 然後上面有若干一個程式 然後有建立一個對應 它用到技術像是namespace seedgroup 那我們在之後的講座也會探討到 然後 那這樣的話會導致一個問題什麼 隔離的問題 比方說呢 因為它是用一個分配的問題 所以 有可能會導致某一個container 可能把系統資源吃完了 占用光了 那其他的 一旦要去存取到共享的資源的話 就會遇到問題了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會建立一個container sandbox 注意到這個研究呢 還在進行 那例如說呢 有一個這裡面最有名的安理就是 Google的GVisor 那就是他去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強化那個 這個container的一個資源隔離 就是整個isolation是很關鍵的事情 那再來注意到 Kernel呢 是一套Kernel 然後 注意到左邊用右肩 它不是Visor machine 它就是container 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它的隔離 原本的隔離程度是不高的 但是呢 GVisor就想辦法去提升它隔離的程度 好 那 所以它就是一個 讓container看起來更像Visor machine 但是呢 又不是用Visor machine的方法去做 意味著說呢 在這上面呢 並不會執行GasOS 也就是說 我今天存檢服務還是什麼 還是Linus系統補教 只是它建一個轉換層 好 然後 再對應到剛才那個 好 今天我們來講那個Edge Space 然後我們 我們講Edge Space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講的 對應到作業系統會看的議題是什麼 像是Process Thread 就是以 Edge Space的觀點來看的話 Process就是它沒有共享Edge Space 反過來說 Thread就是共享Edge Space 在這個 不精準的一個區分是這樣 但是Linus把這件事搞得很 很含糊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為什麼特別講不精準 你在孔書讀書的時候 可能就是書上就這樣寫了 但Linus做了一些很曖昧的事情 因為Linus的Process跟Thread 是沒有特別區分的 也就是說 在Linus來講的話 有些Process 是可以共享同一個Edge Space的 有些Thread可以轉換成Process 這聽起來很荒謬 但是 歡迎來到Linus 他就做這件事 我們剛才講過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可以讓 程式碼 有更好的共用 因為處理Process跟Thread的程式碼 就是有很多可以共用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Linus是 偏好Process的 好 相關的講座 你可以去參照 不只是執行單元的Process 然後 你可能好奇 NPTL是屬於畫面中這三種的哪一種 哪一種模型 這個問題太有趣了 NPTL是屬於在最右邊的模式 就是在Linus來講話 一旦我建立一個執行序 那我透過NPTL 可以有機會保證 它是可以在Kernel 可以對應到一個Kernel Thread 那這樣的話 就是給我辦法建立一個 一對一的對應 就是說我今天一個 一個User的Thread 就可以幫他對應到一個Kernel Thread 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作業形容本身要支援 反過來說有一種模式叫User Thread 就是就算Kernel Space不支援 Multi Threading 沒關係 User Space可以支援 那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也把它稱為叫什麼 叫做Green Thread 這個方法呢 一直到今天呢 還是一個常見的一個手段 然後就是說呢 你不用去理會 底層的作業形容 能不能支援多資金序 反正在User Space可以做 那過去呢 什麼場景會很需要呢 比方說你要去做JVM 那你知道Java是支援多資金序的 可是底層的作業形容 不見得支援多資金序 或者底層的作業形容 作業形容也許支援多資金序 但它也有可能是一個悲劇 比方說早期的Linus 對不對 就是它的多資金序就是一個悲劇 所以當初呢 在Linus上要移植JVM的話 就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你在網路上有些文章 尤其是中文的文章 要小心讀 因為那些文章 有可能是在講Linus前十年的事情 Linus發展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 但是呢 有很多文章還是集中 集中在Linus前十年的事情 那很不希望是Linus 第二個十年 就是從2001年開始 有很多中文的文章就不存在了 或說過時 就是悲劇 所以你看中文資料要小心 但是不代表說你看英文資料 就可以放心看 其實還是要小心看 所以盡可能去看低手材料 那我們在提供資料的時候 也盡可能列一些低手材料 給各位做參考 好 然後 接著呢 在這個 今天我們來講這個 Kernel跟User之間的互動 就是說我們知道 我們會有Kernel mode跟User mode 其實這樣的區分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保護到Kernel本身 對吧 我們開發一個作業系統 不希望說 在上面執行的程式 把Kernel本身破壞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 讓Kernel 限制在一個區域 把User限制在另外一個區域 就希望說 User的執行程式 是不至於破壞到Kernel Space 同理呢 Kernel Space 能夠做的事情比較多 那 我不希望呢 User Space 三不時就存取到什麼Kernel的東西 所以要有一個什麼 System Call 這樣的一個Interface 去區隔開來 就是說我User Space 的確可以存取到Kernel服務 但是過一段時間 就要回去了 如果呢 在某個時間內沒有回去的話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Process 或者這樣的一個應用程式 佔用系統資源太多了 但是呢 這樣的概念 雖然聽起來不難理解 可是你要怎麼落實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東西怎麼落實 這件事的落實呢 比你想象徵的麻煩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要了解到 機體怎麼映射 機體怎麼管理 甚至Page4怎麼處理 那這個東西呢 議題很複雜 這個就請你搭配看 這個我們有另外一個講座 Linus核心設計 機體管理 好 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呢 就是講這個Execution Context 在Execution Context 這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主要這個區隔也是比較大的區隔 就是我們會有所謂的Process Context 跟Interrupt Context 然後Interrupt Context 我們先講 這個東西呢 他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為了中斷的處理 而存在的 好 這個中斷像什麼呢 像什麼鍵盤 對不對 就中斷 但是這個鍵盤呢 其實想想他這件事呢 他其實想想這件事 很不容易喔 你要知道 這件事難的地方在哪裡 先看鍵盤 對不對 鍵盤 這個東西難在哪邊呢 鍵盤呢 大部分的打字應該都是慢的嘛 就是一分鐘可能就可以 頂多打個一百個按鍵 一百個按鍵對不對 就是一百字 講的字 是講那個那個 就是Kidstock的 就是你一分鐘 大概就只能打一百個字元嘛 這是比較常見的事情 但是請問CPU 一秒鐘可以執行幾個指令 哇這個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就是 就是千萬百萬 不是百萬 是千萬或是上億的指令 對不對 就一秒鐘可以執行上億的指令 所以現在有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當我電腦要處理這些中斷的時候 處理這些中斷的時候呢 我會不會讓快的CPU 就等慢的周邊 當然不想是這樣 可是呢 我該怎麼讓這個 比較慢的周邊 可以被受理到 因為我不能一味的 讓CPU一直跑 然後不去管這些周邊 也不能讓快的CPU 去等慢的周邊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其實需要一些特別的硬體 額外的硬體叫做 Intel controller 這個硬體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呢 我的鍵盤在這裡 對不對 但是呢 我收到這個鍵盤的要求的時候 鍵盤的這個事件的時候呢 我會打斷CPU之行 所以這個Intel controller 會去影響這個 到原本CPU 原本它就有什麼 CPU的Pipeline 我去影響它的行為 而且甚至要求CPU切換模式 切換到什麼模式呢 切換到受理中斷的模式 也就是說原本CPU呢 都是高速去執行 但是一段 讓Intel controller 收到外部的事件 不管是Keyboard 或是Networking 或是Graphics 反正就是這些東西呢 一旦是受理的時候呢 那坑榮呢 就會改變模式 然後重點是呢 在它就會跳進去 對應的Intel controller 那這個Handler 那這個Handler 就一系列的軟體程式 注意到這邊都是軟體的程式 所以這一步是硬體 然後但是這一步以後呢 都是軟體 那執行這些專門處理 所以Intel controller的軟體的這個模式呢 我們就把這個叫什麼呢 叫做Interrupt Context 好 好 那注意到呢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Context Switch的時候呢 其實Switch的東西不見得是Process 也可以是什麼 Process跟這個Intel controller 之間的切換 所以我們今天講 Context Switch其實是什麼 是你要搞清楚它的定義 在就是不是只有兩個Process之間切換 才叫Context 我在Process跟Keyboard之間 可能會發生什麼 Context Switch 或者說呢我在處理我的Interrupt 就是原本的程式執行到一半 然後我發生一個中斷 然後呢 硬體 Interrupt Controller 發出一個要求 要求什麼呢 要求處理器 CPU改變模式 然後跳到對應的Interrupt Handle的時候呢 它也會有Interrupt Context 好 所以這個部分是最相對好理解的 不過本身要講的還是複雜 因為現在系統是多核處理器的 好 所以這邊我們有一個講座呢 就專門講這個中斷處理器 還有什麼 多核 多核 這個中斷一點都不簡單 中斷為什麼難呢 因為多核處理器 就是要考慮到不同的可愛的CPU 反正有一大堆CPU要考慮到 就是你要送到哪個CPU 而且更煩的地方是什麼 當我講到虛擬話的時候呢 對 虛擬話的時候 對不起 也要考慮到 所以我們特別專門的講座 專門在講這個的處理 然後這個東西正在要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什麼 Curnal Preemption的議題 好 我們的這個講座 常常就是邊講會邊調整 Curnal Preemption 好 然後這個是這個 interval context 好 那另外一個相對來講的話 相對來講的話 就叫process context 那這process context的話呢 就是process本身 但是這邊講的process也包含thread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linus對於那個process跟thread 很曖昧的那個分類 所以這邊講process context跟thread context 其實指同一件事 那為什麼不特別這樣講thread context呢 因為不需要 因為process跟thread 它就是一個曖昧的一個形式存在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process有可能會執行在Curnal Mall 你看這個 為什麼會執行在Curnal Mall呢 為什麼 因為當我在處理系統呼叫的時候 所以我會有process in user space 也會有process in kernel space 就是process in user space 就是說它做非特權的指定 就是比方一般的加減乘除這種處理 但是如果你很不信任 你剛好跳 剛好什麼 遇到比方你處罰 遇到一個什麼 遇到一個處理零的一個exception 所以這個東西就對應到一個exception handler 那這個exception handler 就可能會發生在Kurnal Space Kurnal Mall 所以這時候呢就怎樣 我原本還是在執行我的process 但是呢我就是在Kurnal 去受理它的exception 或者受理相關的系統呼叫 那這個就是process context 就是它可能在user space 有可能在Kurnal space Internal context 一定在Kurnal space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這個Multitasking 然後注意到它的用法 就是Multitasking 注意到它寫tasking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呢它多工這件事 就是那種VING的那個文法 所以就這樣 我們就是不要寫Multitask 不要搞錯 Multitask是我現在有多個任務 但是我是說用多個任務切換 達到一個什麼 多工的效果 它英語要寫Multitasking VING的那個文法形式 就是動名詞文法形式 然後呢這個多工的實作方式呢 它可以分成合作式多工 跟搶戰式多工 那你會好奇 那現代的Linux呢 是啥一個呢 就是後者 就是搶戰式多工 但是呢 在某些應用程式呢 它會是做出一些合作式多工 然後之後會補一個call routine call routine的部分 然後呢這個地方呢 相關關於這個Multitasking的部分 我們有個獨立的講座 叫做這個 並行和多指定序程式設計的講座 這個講座 這個講座就講的 就相對是比較廣的啊 就是說 我們先從那個 並行程式的這個概念 然後呢 講這個執行順序啦 講這個Atomic操作啦 然後開始有一些案例探討 然後這些東西 就是希望呢 它 就是當初我在規劃這個講座呢 其實就有 兩個主要的目標 一個是銜接Linux Kernel的認知 因為Linux Kernel 它就是一個超級巨大的 一個concurrent的程式 就它一個超級大的 一個並行程式 然後 這是銜接Linux Kernel的部分 是這個第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 是希望說 就算你最終沒有要精通Linux Kernel 但是呢 你可以去面對 現在的一個挑戰 因為現在的挑戰 其實就是要針對這種多核處理器 甚至多核是一直多核的處理器 這個就是各位在今天的這個 程式設計呢 有很大的一個挑戰 反過來說 如果你沒辦法掌握這種 並行程式 沒辦法了解這個 一直多核的這個運算的話 你永遠就只能 只能 剪人家剩的 什麼叫剪人家剩的 你永遠都只能 等人家提供API 等人家提供一個範本 在這個範本 很有限的空間去發展 那當然你的職涯發展 就很有受限 像我記得剛才講那個 有個朋友問他說什麼 想用下班的時間 下班的時間 用下班的時間學習 其實這就是 這就是要想清楚的 這個就不是什麼經濟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為什麼要來上這麼課 我們用很事業的方法來講 不就是現在的發展 遇到一個很大的瓶頸 你現在可能你的工作 就是在白天的工作 就是寫DWDriver 但你就遇到一個瓶頸 就是你改不動 就是說你Google搜尋 已經從第一頁讀到 第25頁了 然後stake overall 你根本要翻個遍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 那個東西怎麼解 換個角度講 就是同樣的錢 同樣的時間交給你 你的產能可能就是 對不對 就是沒有想像的那麼高 不是針對你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常來就是這個 那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在那個限制 你就是要等那個框架 那當然這也沒什麼 對跟錯 那就是一個選擇 但是你今天如果要用自己的時間 來進修的話 就要想清楚 尤其你在工作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一個突破 然後我的設定的突破 就是Linus的內部可以突破 Linus的某些DWD 不要說多媒體的 或者是Wi-Fi 這個叫一個突破孔 所以這個我特別要提醒 尤其是用下半時間來學習的話 就是一定要那個突破孔 要很明確 要突破 好 那回來就是我們看這個講座 那這個講座呢 其實就是我們 就要去探討 講這個 像這個講的Concurrency 講的Pair Reason 我們知道 這個 就講它的那個 這兩者差異 然後呢 再講這個Synchronization 這個其實雖然你可能在 恐龍書 或者類似的教科書呢 讀過它的這個 定義 你可能也寫過一些基本的程式 比方說叫你寫出一個 呃 寫出一個Semophone 對不對 寫出一個Semophone的演算法 但是我們現在要解決一個是 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現在解決問題就是一個 在多核處理器 然後呢 成為一個必然的時候呢 我要怎麼去 榨出硬體效能 然後確保程式的執行是正確的 那 這邊呢 就會從一開始就從這個多工 多工的這個 原理開始講 然後呢 就講出 講前面還記得那個什麼 講的Illusion Time is an Illusion 從那個Illusion開始講 然後再來講說呢 這個分詞多工 注意到有些內容是重複的 然後講這個 這個什麼 內文切換 上下文切換這種內容 然後呢再來是講這個搶戰士 還有這個 非搶戰士的那個多工 然後呢 值得注意到是呢 我們在 在這個Linus來講話呢 是有時做 pre-entive scheduling 但是不是每個時候都是pre-entive scheduling 然後 你可以看到從這個示意圖來看 你看這兩張 就是底下呢是pre-entive scheduling pre-entive system 然後在上面是non-pre-entive 那你看到這兩者有一個很大大差異在哪裡 就是呢 當我今天有一個比較高的需求 像什麼比較高的需求呢 就是 像這個 像我們在這個執行的時候呢 就是 我原本程式呢 就一定要什麼 就是要 這個程式執行完 就是 這個執行要讓出來 才能讓其他人執行 那通理 這個 這一個程式呢 執行到這邊 我就要主動讓出來 讓別人去使用 但是在下面一張圖的話呢 就是 我們 優先權高的認為 就有辦法去搶佔 然後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呢 我們今天學這個在 不管是恐龍書 或者在其他地方 包括說我寫的書 講的那些排成演算法呢 絕大多數的時候 我們都講的都是 講pre-entive scheduling 為什麼 因為 因為non-pre-entive 不需要講什麼排成 就是他有排成啊 但是他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排成演算法 因為他就是 先進來先處理 那頂多呢 就是搭配一些非同步的處理機制 但是呢 在pre-entive scheduling的學問就很大 對不對 你會有什麼 你會有像這個 shortest job first 然後你會有這個 multi-level feedback queue 像linus的話 有可能會有這個 completely fair scheduling 然後這個關鍵就在於說呢 我們現在著重點是不同的 然後 以這個搶戰士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 期待什麼 是他的那個 反應速度 注意到不是說執行速度快 不要搞錯了 反應速度就是什麼 比方說呢 你老爸叫你去買東西 然後呢 你可能本來在看書 本來在打電動 然後你很快就是 你爸叫你買東西 抬頭說 好 然後繼續打你的電動 但是這也就是反應快 不代表說 你立刻會完成 你老爸要你做的事情 那你說 那你說你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趕快去回應 那因為你老爸重要吧 趕快去回應 或者你老爸重要對不對 叫你決定說你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該去做什麼事 但是呢 你手頭工作怎麼辦 就涉及到切換 對吧 好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要考慮的議題呢 還是很多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有個專門的一個講座呢 就講這個 講這個 Kernel的 Kernel Preemption 在這裡 Kernel Preemption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筆記 我晚點把它加進來 好 就是講這個 核心的搶佔 好 然後你看 然後如果我們用那個 時間順序來看的話 好 剛剛講這個概念的東西 我們現在講時間順序 好 那注意到呢 我們 黃色這個區域 黃色的是屬於高優先權的 綠色呢 是屬於低優先權的 那所以呢 在剛剛講那個 Nun Preemptive System來講的話 就是 我們要 主動浪出來 另外 另外一個城市才有機會執行到 所以這個 就算呢 Task 2 它的優先權是高的 但是在 Nun Preemptive System來講的話呢 就算 黃色的優先權高 但是就是又要等 等 這個 這個什麼事 綠色 綠色的地方 浪出來 浪出它的這個 執行才會辦法繼續執行 那在Preemptive System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它在系統執行的過程中 它會安插很多Preemption Point 也就是三不時會抬頭一下 就是你在打電動 就三不時抬頭看一下 喔 我爸我媽有沒有在叫我 沒有我在低頭 所以你看 以整體來講 何者的Sthruple會高 你看到 雖然以右邊來 就是以這個右邊來看的話 你會覺得 這個什麼 反應時間來講的話呢 右邊的反應時間會短 但是呢 如果我們看Sthruple Sthruple 定義是什麼 單位時間內能夠做的事情總量 那其實Sthruple來講的話 其實左邊的高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從頭到尾就是什麼 就是打電動跟你做你爸 你爸交代你做的事情 所以 你中間是不需要做什麼任何 任意切換的 你中間也不用一天到來抬頭 對不對 反正你就是做完你的電動 寫完你的作業 才去做你爸的事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至於發生什麼 不至於發生 我寫作業寫到一半 跑去 跑去幹嘛 跑去幫我爸買酒 不是幫我爸買煙 不是這個舉例吧 幫我爸買 爸爸要買什麼 爸爸要買 想不到什麼 不要正經 就是幫你老爸買東西 買煙 買一九道還要不健康 然後在幹嘛 回來寫作業 所以你看這個切換了 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你想想看 尤其在工作的同學 在工作的朋友 你都知道什麼 你就是 右邊就是你 你希望你做的事情左邊 我就希望我變強了 然後再加上一個夢幻公司 你是不是要這件事 但對不起 實際上是什麼 好啦 加減成大加減讀 讀一讀 又不能去Google 對不對 現在公司 我一天到晚就想跳槽 可是 我要學東西的時候 幹嘛 老闆就叫你做事 去南京出差 那就是 知道 然後 就是現實 所以你在現實來講 就是一個pre-ending system 所以什麼東西比較好 其實要看你的要求 如果你要反應時間短 就是需要一個pre-ending system 然後如果你要整體的through高 其實你需要的是 non-pre-ending 好 Linus兩者都有 它會有不同的情境 那這邊 這一篇就針對 kernel pre-ending 去做探討 然後 再接著 就是pre-ending kernel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有個講座 專門在講這個部分 然後 如果你看其他的kernel教材 比較少講這一塊 應該是焦點的關係吧 就是說 因為我剛好就在做 就是 我加入 就是我進到成功大學教書之前 我花很大力氣做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然後你可能知道我在一些公司擔任顧問 然後 那我在教書之後 我就 就是幾乎就不做消費性電子產品 偶爾做一下 偶爾就是賺點零用錢 但是就是幾乎就沒有在做這個消費性電子產品 好我就轉向做什麼 做這些機器手臂 工業控制 然後也成功打入這個 跟 蘋果公司有一點點的關係的供應鏈 然後 然後這個 所以我會 這就是算是我這幾年的這個 比較在業的事情 後來我加入ARC 就做前戰火箭的引流計畫 那我現在也是國家太空中心的顧問 我們就是要去強化相關的即時系統 所以相當於是這幾年我比較重視的部分 然後值得注意到是說 過去的公益控制 好像乍看知道跟其他系統沒有關係 跟其他的像什麼web server沒有關聯 但是現在也不一樣 就是這些講這些即時控制的 或是講這些preemption 其實跟 跟那個web server也有關聯 一旦你的那個throughput 抱歉 一旦你的那個work load非常重的時候 它的這個反應時間就很關鍵 所以如果說你去找一些關鍵字 乍看好像沒什麼觀點 比方說preemptive跟KVN KVN是Linx kernel內部的什麼 抱歉 要講Riotan 不是KVN 就是那個 對 Riotan KVN 就是在KVN是Linx kernel裡面 做虛擬化的一個基礎架構 然後Riotan 背後是剛才講的Kernel preemption 那乍看這兩者 那沒什麼觀點對不對 但是這邊其實有很大很大的觀點 為什麼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在於說 我們今天建立這個Virtual Machine 是要上面執行不同的服務 那我可不可以確保 它的服務呢 能夠在一個時間內 一定可以完成 Riotan不見得要追求快 就Riotan跟Riotan Fast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Riotan Fast就是著重的是服務部 那Riotan呢 著重的是 我能不能在單位時間內 做完關鍵的事情 我去犧牲 低優先權的任務 犧牲不重要的任務 讓高優先權的任務 讓關鍵任務 得以怎樣 符合預期的運作 這是Riotan的精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趣的量 是在虛擬化 也有邁向這樣的一個情境 然後 那值得注意的量是 整體的那個 Kernel preemption 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好 然後 再來是說 再來是說 對 再來是說 在多核處理器 其實它有不同的面貌 它的處理器可能是 AMP 或是SMP 就是非對稱的多核處理器 那也可能是SMP 就是對稱的 所以你看 對稱的就是什麼 你看 處理器ABC ABC 一個是Processor 一個是Process 很像對不對 好 但是你看 ABC 這三個都是對稱的 但是在這個 AMP來講的話 它就不對稱 就是你看 就是說 我今天在執行的時候 我今天有三個處理器 上面其實都有直行Kernel 這是SMP 對稱的 但是在AMP來講的話 有一種情境 就是說 我Kernel是執行在某一個核 但是其他程式執行在另外一核 這上面這一核 是沒有Kernel的 或是甚至執行其他作業系統 所以注意到 這個都是一個風格 然後 這個東西在LinxKernel都有 只是說 它存在形式 跟你可能想的不一樣 然後它考慮的議題 是像這個多核處理器 要考慮的議題 那注意到這個講座 我今年會再重新再錄製吧 就是那個 因為有些內容資訊過時 也不是很精確的 好 接著我們講一個LinxKernel 一個超級超級關鍵的 就算是LinxKernel這幾年的一個聖杯吧 什麼聖杯 就是講這個Skebit 就是說呢 我們如何讓Linx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這件事是一個超級難的問題 對不對 這件事就要問韓國瑜啊 就問說 要當棋子 還是當塞子 對不對 好 要當棋子跟塞子呢 這個東西就超級難 好 那關鍵在哪裡 關鍵是說 我們今天 能不能投入更多的硬體資源 然後呢 達到更高的速度 對不對 白換完就是什麼 白換完就是 你老爸一個月給你五千塊 去補習 那你可以考上成大電機 那請問一個月給你 給你兩萬五的話 可不可以考上台大一科 欸 對不對 就這個字嘛 對不對 你看 成大電機跟台大一科 他可能 他可能 他可能是五倍的差距 對不對 就是以那個罕見程度 不是說我們成大電機差打 不要誤會 也是以罕見程度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 這個這個 五個成大電機 就是 就是一個 台大一科可能就敵過人家 敵過五個成大電機 就是假設有這樣的一個關係存在 所以你老爸說 喔呦 一個月給你五千塊 就可以考上成大電機 那我一個月給你兩萬五去補習 你可不可以補到台大一科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啊 對不對 第一個 考上台大一科也不見想去讀嘛 不想當柯文哲學弟嘛 對不對 覺得 不舒服 然後 考上楊明一科 想到柯文哲考上楊明一科 也會哭 也會不舒服 然後 就是說 你看這個關係是怎麼 線性關係 這線性關係難啊 對不對 你讀書考試都有這樣的困境啊 那Linus有沒有這樣的困境 有 Linus呢 其實他的困境是什麼 就給你更多硬體呢 其實也不見得 會有他對應的那個 俗譜 好 怕你不知道在講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好 一樣這個有個講座 這個相關的材料 就是呢 你預期是什麼 還記得嗎 一個月給你五千塊的時候呢 沒有 一個月給你一個五千塊可以扛到成大電機 然後呢 我現在目標是什麼 是五倍的台大一科 那給你兩萬五顆 可不可以扛到台大一科呢 你有可能遇到一個悲劇是什麼 就是根本不是線性的 就是可能發生這件事 也就是說 一個月給你五千塊的時候 可以扛到成大電機 給你兩萬五的時候 你跑去打電動 跑去做別的事 反而連扛到電機都考不上 那有沒有可能發生 有 那這件事呢 其實呢 比你想像中可怕很多 這是Linus現在有很大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不只差 有可能會怎樣 會崩塌 就是這種 就是你在預期上來講話 你預期要得到一個線性關係 而且呢 其實說真的 我們現在台灣人很多問題 也是處於在 我們不只台灣人 就是說 不只一般台灣人 我說工程師 很大的問題也是在 很多東西我們都是 整個 整個就是瀰漫在一種線性關係 就我越多投入 我就變好 不是 其實要搞笑 你目標嗎 有些目標 它就不是目標 像我這個長那麼醜 你說我要去追求林志玲 我再怎麼努力也追不上 對不對 而且人家結婚了 這就不是目標 所以我應該把目標用在什麼 教書 這好像沒什麼關係 但是就是 至少這是我擅長的地方 或是我覺得 我有突破的地方 我認為有突破 而且我評估一定可以突破的 這就是你力氣要用在哪裡 然後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不禁忍會有這種關係 有可能會遇到什麼 collapse 然後我今天給你更多的硬體資源 給你做 橫走是什麼 就是處理器的核數 給你更多的硬體資源 你可能這樣 你可能會得到更差的結果 這是會可能發生的 然後那整個20年 我們剛才講過第一個 Linus第一個10年 很多時候在探索 不然說前面那個多子音訊 都做得很差 然後呢 NBTL出來之後呢 讓Linus的多子音訊 在多核處理器的 的資源 然後有顯著變好 但是scapability是一個 一直在 就是 你可以說 Linus第一個10年 就是在 建立這樣的一個社群 然後建立一個這樣的一個 蓬勃的發展 但是這20年內 Linus在解決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scapability 因為Linus用在大量的伺服器 用在大量的一個 不同的使用情境 所以人們對Linus的期待 就是用在 尤其像那種雲端公司 資本不是問題 對不對 你看那雲端公司 你看那META META不是之前一直裁員 越裁員 公司股價都攀升 對不對 曾經有段時間 掉到70塊了 現在高不可攀了 跑到幾百塊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 人變少 然後賺錢變多了 對不對 沒話說 所以這種公司 它的資本不是問題 可是他們擔心什麼 我資本投下去了 效果沒上去 對不對 想看剛才的例子吧 五千塊補習費 然後變成成大電機 兩萬五顆被扛到台台一顆 這就是很大問題 你做一個人 你覺得很難 那Linus也有類似問題 那這個問題來自哪裡 就來自 處理器核 就cool positioncool之間的競爭 還有各式個lock 所以這裡面呢 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在哪裡 就是 像什麼lock free 這種 這個我們之後會去探討 lock free fine green locking 這種 這個就是在這20年內 很關鍵的一個問題 也是 如果說你要深入去 切入Linus kernel 這是算裡面重中之重 那我們的課程 有專門的講座去探討 順便講 有時候你看我的講義 有時候跑出韓國語 會跑出一個 跑出一些奇怪的題材 這為什麼 這個是這樣 因為很擔心 很擔心被 就是我的教材 其實我不想跟你收費 這是 這我之後再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不跟大家收費 反正對我來講 我沒有打算靠這個 講座來賺錢 我講這一課就講好玩的 然後我在大學教書也是一個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做我該做的事情 那但是呢 就是會有一些中國朋友 就是會搬 搬運我的教材 那搬運我的教材呢 就算了 我不在意你拿我的教材去賺錢 但是呢 我的教材有些事情要寫錯 你要幫我更新嘛 那結果錯的東西在這個 你看 就我的教材 鼓勵大家來更新 但是應該是同一個 比方說這個內容 對不對 大家跟同一份 但是你看中國網友 把我的內容搬運之後呢 那我有些犯錯的 或是有些過時的東西 我就來一步去修了 我沒辦法修啊 因為因為中國的資料 又比較好找 所以表示我寫錯的東西 就一直在祖國那邊散步 那我就覺得很 很對不起這個中國的網友 而且我在中國也有監客嘛 所以我就覺得對不起我的潛在的學生 或是過去的學生 現在的學生還有未來的學生 我都覺得很不好 所以我就安插一些東西嘛 安插一些政治的東西 很有用 這樣就比較不會被搬運了 好 然後幫你這個scapability的話呢 就是你在講這個同步機制 那同步機制裡面很關鍵的東西 RCU 好 然後呢這邊呢 有一個很 有另外一個 一篇文章 就是我們在探討 就說呢 講這個scapability 講scapability 然後我們 有用到什麼呢 用到一些數學 都要不要懷疑數學 馬可復戀 都要不要懷疑 就是那個馬可復戀 工程數學的馬可復戀 我們去模擬 所以注意到 就是說 就說你學的數學是有用的 就是馬可復戀跟Linx kernel沒有關係 有 而且這東西呢 我們在去年OSDI 我們在去年OSDI 有發表一篇論文嘛 那跟這個是有關點 那我們也是做這個模擬 那所以注意到 你之所以要學功能數學 學這些 離散數學啊 還有這個線性代數 其實都是有用途的 對吧 你學線性代數 才有辦法去解釋那些 學線性代數跟微積分 你才有辦法去解釋那個 人工智慧裡面的 反向傳遞這些議題 對吧 這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 對吧 那同樣呢 你學功能數學是有用的 除了讓你考研究史以外 這是在坑裡面就用得到 而且這東西 尤其在大型的系統 這種著重在Skability的東西呢 是一定會遇到的事情 好 那接著呢 就是在這個 如果你要去看更深入的話呢 好 那我這邊推薦了 還有一份教材 就是說 我們前面都是講一些概念 那如果說你想看更細的話呢 有個網站很酷 它叫CPULAN 這個CPULAN裡面呢 它裡面用到一個 它裡面 就是它一直著重一個詞 就是它叫做Rabbit Hole 那Rabbit Hole是什麼 就是它是那個 艾斯漫遊奇境記 裡面的那個 的隱喻的詞 就是一個未知的世界 那這個 這個材料很棒 就是說它跟你講說什麼 就是你可能會好奇說 一個程式怎麼去執行的 那它就用Linus當例子 就跟你講說呢 當Linus當例子 然後先從CPU CPU做什麼事 那前面也講一些歷史故事 然後呢 東西就跟你講說呢 這個指定的執行方式 就是我現在做 Instruggling Fetch Instruggling Decor 在Excutes 然後 然後再跟你講說呢 這個像Poken Counter 這些 這些基本概念系統呼叫 它就是用很淺寫的方法去解釋 如果說 你剛好缺乏一些 相關的那個電腦科學的基礎 或者是說你自認電腦基礎 不夠的話 你可以看這邊 你要怎麼知道自己夠不夠呢 就是 我跟你講這次叫科普 然後如果你連科普都看得有吃力的話 絕對有問題 就要想辦法去補強 或是說你自認自己學得不錯 看看 發現自己很多科普的東西沒有懂 沒關係 不懂就把它記下來 學習它 好 那第二部分就是講這個 跟CP有關的 那第二部分開始講Martitaskin 就講那個前面講的一個 一個什麼 Preemption 講那個Time Slice 那注意到在Linus來講的話 他用詞就是用這個字 就Time Slice 這個詞 那在其他地方 有可能會叫Time Quinton 或是其他的一個術語 但是在Linus kernel 的詞會就是Time Slice 然後就跟你講說 怎麼去做到多工 講Kernel Preemption 然後接著講說 我們怎麼去執行一個程式 可以介紹系統補教 不要說ESECVE 那這個東西可以搭配前面講那個Folk跟Execute 就是Folk跟Execute 那個系統補教的那個描述 可以對照看 然後再來是講那個EF的執行格式 格式 就是EF執行檔 其實它的 這涉及到跟工具 工具有關 就是說尤其到時候 我們會 有可能會在課程之後 我們會講一些像Risk-Fi的處理器架構 那你要搞清楚說它的 怎麼去看它的那個檔案的資訊 怎麼去看執行檔內部的資訊 然後呢 可能會去看一些像裡面 它有那些特定的Simple 特定的符號 那尤其說像那個Linked 它的角色是什麼 怎麼做Linked 然後Page的話呢 也是跟CPU有關的 就是說我怎麼去做到 以分業為基礎的虛擬機器的設計 就是跟MNUR什麼關聯 然後這個就是後面 就是真正在去執行 然後就搭配前面講那個Folk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部分的程式 我們前面講的東西 都是講一些概念的 好 然後再來是呢 就是 再來是說西南衛生大學 那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好的課 叫做Advanced Operating System 當然 作為一個校外人 包含我在內 就是我們其實沒辦法存取到完整的 所以有些像錄影 你可能沒辦法看到完整的錄影 也不是管整 就是你應該是看不到錄影 因為他需要額外的權限 但是這些 但是這個簡報 是可以去自由下載的 然後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西南衛生大學 就澳大利亞的那個西南衛生大學 你可能沒有聽過這間學校 但是他做的東西呢 是令人尊敬的 他有一個SEL4 他是2009年發佈 然後他是號稱史上第一個 完整經過形式化驗證的 做一種核心 而且呢 這一組開發人馬 他們其實也開發過前面講的 那個應用在Quarkon的L4 所以他們實際上全球 十幾億台Quarkon的裝置 有內建Quarkon的Modern的裝置 其實都有L4 就是這群做的 所以他們有很堅定的那個 堅強的這個 這個實作的基礎 最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又是很紮實的 不是像美國那種 美國有些公司 美國就是很 有些就是很 很很浮躁 他們是很紮紮實實的 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這裡面的講座呢 就講得很深入 就是 同類型的課 我看很多美國的大學課幹 那我覺得美國有一些學校 要不然就MIT有的教得太難 他簡單的 簡單其實很簡單 然後難的真的超級難 然後 那像這邊的話 就是真的是算深入淺出 就是他講 當然這邊講的深入淺出 是講說 涵蓋範圍 我說對我來說 那叫深入淺出 當然對你來講 可能有些東西比較難 但是關鍵的地方是說 他從一個完整實作過一個 有強度的作業系統 的人 的開發者 的學者 告訴你呢 一個系統要怎麼去建構 要怎麼一路一路把關鍵東西設計出來 那一路怎麼去銜接 稀有的像Linux 或是虛擬化這些技術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 很值得再三去看的 然後這裡面呢 特別值得去看的幾個點 就是說講一些 像Process Model 然後Fire System 然後怎麼去建構 然後還有就是 以分業為基礎的虛擬 虛擬記憶體 還有那個TCPID的那個Networking 好 所以你可以看說 這底下呢 相當於是把我們 就是這門課 你可以把它對照看 我們這 就是這門叫AOS Advanced Operating System AOS這門課呢 你可以把它當做 我們 我準備Linux Kernel 這門課 這系列的 講座的一個 輔助材料 那其中它有一個部分呢 也是在講什麼 也是在講Linux 那當然這個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講 這顯然有113頁 然後 那總之就是說呢 我希望你了解到一件事 我們今天 學這一個 學這些 學這些作業系統的術語跟概念 最終最終的目標 就是要去征服 征服 不是征服宇宙 征服宇宙是韓總的目標 我們都不要是要去征服 程式碼 超越3700萬行的Linux Kernel 但是我們顯然也不是要看懂每一個部分 我們要了解是那些歷久彌新的 我們要了解說那些 具備歷史承傳 然後歷史傳承的那個什麼 的關鍵概念 然後這東西怎麼落實在Linux Kernel面 以及Linux Kernel開發者 一直在往什麼方向投入 像前面講的Skability 前面講的Concurrence的議題 前面講說 怎麼把這個 Everything is a fire 這樣的一個基本概念 繼續擴充上去 這就是我們 我們在這過程中 應該要特別留意的 當然最終呢 我們還是要回到程式碼 所以 這是少數呢 我的講座裡面少數沒有 沒有什麼程式碼的地方 但接下來我們其他的講座 其他相關的講座的話 你就會看到有很多程式碼的實作 甚至有些對應的實驗 也請各位多參照 好 那我們這個講座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這個 祝大家學習順利